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十妹羽儿机敏过人,想必不会有问题 我们眼下只要负责灵力灌输,为师父尽量严授就好 走吧,这几日轮流接替照顾师父 刚熬师弟那边的本源灵力消耗得估计差不多了 是,大师兄 什么声音 不好,山门防护阵法被攻破 新月圣域,天仓圣域,真龙圣域 三大师弟来势汹汹,恐怕不妙 师父,三大圣弟来势汹汹 算准了您大谢将至 师父,快先醒来吧 我倒是想醒了 小兔崽子,为师现在就吊着口气 连站起来喊句话的力气都没有 眼看敌人大到家门口了 我这个做师父的权 我,云野,重生了 我成了异域大陆的云神帝 八大圣域恨之入魄的云野魔头 坐下六名强将 他们大多身世凄惨 大徒弟凌峰,大羽王朝前皇子 家族被盗天圣域所灭 二徒弟袁紫怡,原身为五爪金龙 被真龙圣域忌惮惮追杀 三徒弟高傲,神族厚容 因其血脉可称神品丹药 被两大圣域联手灭族 四徒弟鬼族钟离媚,身为鬼族 为正道追杀 逃亡途中,躲入我贴身法器中被带回 五徒弟袁小鹿,先缘较为薄弱 善单道治愈术法 要往古长老收留,长老弥留之际 又将袁小鹿托付给我 吃了糖葫芦就跟我回莲花峰吧 以后我云野照着你 六徒弟羽儿,这位身世复杂 幼年遭遇变古,是灵族最后的血脉 乃是故人所托 这六人几乎可以说是大陆诸多自诩正义门派的黑历史 我这六名徒弟被他们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再加上我云野向来教导弟子,有仇必报,绝不隔夜 早已惹得各大势力不满 好在我云帝苦修千载 如今已隐约摸到半神边缘 半神之下绝无敌手 于是这些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也只敢在背后嚼嚼舌根 并不敢真的做出什么实际行动 阵法中承载着师父的修为 父子轻易被攻破,能到师父他 师姐,随我迎战 大师兄,师父就交给你了 云野老贼 你横霸圣玉莲花锋 收容各大宗族叛徒 纵徒作恶 八玉之中无不受你暴行摧残 今日我心悦圣玉管你大限将至 特联合天仓圣玉,真龙圣玉 诸位正大豪杰,一同为天下出恶 哼,什么正道豪杰,看不怪我们师徒作风 直接下战书即可 像你们这样全人之危的小人 也就只敢椰观天象 等到师父搭现将至时再行出手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不就是怂吗 放肆,果然是云野魔头的徒弟 你们师徒沆瀣一气,真是无可救药 袁子怡 时久不见,你倒是越发长进了 八语长老也敢冲撞 看来你这位师父,可是教了你不少好东西 可你不要忘了,当初在真龙圣玉 你是怎么向我摇尾起怜 你个变异龙族,你判处主族 歪入邪魔云野门下,死处作恶 简直就是我真龙圣玉的耻辱 当初没能杀了你,是我的失误 今日,我便将你挫骨颜辉 尽龙圣玉 尽龙 师父输送灵力,永远受损 否则一个龙圖,岂能将我逼至如此绝境 哦 不合,我快要撑不住了 师姐,我来助你 就凭你 小子,才差得远 上古神族 有点意思 可惜还没成长起来 否则,这里所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让不让他成长起来 还不是居长老说的算 这是,神族气息 看来高傲师弟已经被逼入绝境 夫妻暴露底牌 师父,您如果能听到弟子的话 就快些醒来吧 莲花蜂有难,弟子们有难了 有没有搞错啊 人都打到了我窝来了 主角的金手指居然还没就位 看兽元一点点犹失 弟子们全部负伤 我却无能为力 莫非真是我搞错了 我根本没穿越成主角 只是穿成了一个异世界的魔头老怪 用来给主角送人头的那种 检测大副种陷入生死危机时刻 系统自动激活 上色激活 送送开极大礼包 积分十点 一点积分可兑换一天手缘 是否兑换 哈哈哈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我就知道我云野阴阴一世 怎么会穿成炮灰呢 哼,兑换 成功兑换寿命十天 消耗十点积分 自动激活系统任务 拯救陷入危机的弟子 任务完成奖励二十积分 可恶 别急 还没完呢 像这个 这是 黑眼之缘 看来这针龙圣玉 我像表面看上去这样简单 是你 是你 世界小心 是 星河天秋阵 师父 太好了 我就知道师父 吉人天下 是不会这么轻易消亡的 明野 哼 我还以为 你这个号称半身之下 无敌手的云地 如今做了缩头乌龟 不打算出来了呢 大陷将至之下 出手破了我的星河天秋阵 恐怕现在 已经尤镜灯枯了吧 不知道 能不能打得过我的徒孙呢 你去 跟我们的云野大帝过两招 弟子里命 戎屠 你敢羞辱师尊 我跟你拼了 别急 你看师父神色自弱 刚还破了星河天秋阵 师父的状态 应该已经 太好了 师尊将这个机会给我 我一定要抓住 争取 一举砍下云野头颅 乘此机会 一举证明 作为斩杀云地之人 将来八云内 也必有我一席之地 三 二 云野大帝 你是在数你的生命倒计时吗 放关系 眼睛一闭就过去了 一 去 怎么会 不 我说 是你的生命倒计时 这怎么可能 云野的命星 分明已经遥遥欲坠 可方才那看似轻松的一击 不仅是龙徒一招毙命 还直接炸毁了以防御著称的天轮战舰 这是何德的未能 就算我星月圣域老祖出山 只怕也难以抵达 可恶 强奴之末罢了 月老 你我二人联手 未必就不是他的对手 方才一击 已经消耗了我七天寿远 眼下只剩下三天寿远 若再出手 反而暴露 若是你们背后老祖出山 两大圣域联手 或许有一击之力 不过想必跪欲大义轻敌 并未请老祖出山吧 也好 天仓圣域 星月圣域 今日你们一并前来 也省得我再跑一趟 挨家挨户的清理 我这个人向来公平对待所有生命 所以也给你们三秒逃跑时间 三 二 月老 你 必然不申奔跑 天仓老地 我先走一步了 保你个星月圣域 无耻 师尊 那咱们 你 忽悠过去了 再多装一秒都要露线 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师父 师父 你没事吧 高纪资助完成任务 掌教弟子任务 完成奖励二十积分 可兑换圣元二十日 快快快 兑换 活过来了 师父 你还好吗 无妨 我 年纪大了 偶尔活动一次 血压有点上头 师父 师父 不好了 五十万元小鹿遭遇危险 她是在逆境中 遇到什么变故了 系统检测到弟子元小鹿遭遇危机 迫使宿主进入剧情拯救弟子 任务成功奖励二十积分点 任务失败 当前积分清零 什么 清零 高系统 我无人命火闹的几分 你说清零就清零 连我命一块拿去好了 鹰 剧情在如争 宿主请息怒 哥 玩我呢 天哪 这坑天系统 别人的系统各种针手指外挂救命符 为什么我的系统像定时炸弹 时刻摧毁索命 造孽啊 师父怎么自言自语 不会走火入魔了吧 我看八成年纪大了 你斩下来许好过度 精神错乱 师父 小师妹危在旦夕 师父您有何打算 八大圣域这凶伪君子欺人太甚 先前称人之威想置我们于死地 如今又将小师妹掳去 实在可恶 要我说 现在师父实力恢复 不如直接打上他们主风 杀他百八千个弟子 好好问候问候那八大圣主 彭业 这副身体的圆主都是怎么教的徒弟 哥哥都这么生猛的嘛 难过会被人打上门来 看来以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哟 不妥 圣域中虽有些不齿之徒 但毕竟都是少数 普通弟子何其无辜 若仗着实力强横就滥杀无辜 那与八大圣域那群虚伪正道 有什么区别 不愧是师父 灵威不乱 心怀造成 绝非那些俗人可比 可是师父 你之前不是说 能用武力解决的问题 傻子才讲道理吗 傻子 大师兄 师父夹着人心 甚谋远虑 自然有他的考量 言归正传 维师是说过这话 用武力解决问题 并不意味着要滥杀无辜 这叫弘扬正能量 明白了吗 正能量 那是什么高升的力量吗 师父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这个有机会 维师会为你们展示的 不过目前耽误之急 还是要去救小鹿 高傲 凌峰 你二人方才一战 灵云受损加重 需要静心修养 这山门也需要人镇守 这样 高傲你和大师兄 留在莲花峰 坐镇山门 子依随为师一道 去救你小师妹 是 就到这吧 你二人务必时刻警惕 守好山门 另外 为师不在的这段日子 你们利用八狱中埋伏的探子 搜集情报 打探另外两位师妹 钟离妹和羽儿的下落 尽快召集他们回莲花峰 是 弟子明白 上次一战 莲花峰的结界 已经有所松动 若是遇上真正的强者 恐怕不能抵挡 罢了 九旋风圆阵 赢 兽元简一 正义兽元二十二 这是千切高级阵法 我从阵法上感到了一丝浩然正气 难道这就是师父所说的正能量 我感到有一道光照在了大地上 火燃开朗 我去 我胡走一口 这愣头青土地居然突破了 什么幽孽 九旋风圆阵可挡地境巅峰强者全力之下的九次攻击 即使八玉圣主齐出 也能抵挡半颗时间 足以撑到为师回山迟远 师父不愧是当时第一强者 能败入师父门下 此以此生无憾了 对了 师父 小师妹的具体方位 您测算出来了吗 小鹿在 找到了 圆小鹿应该是圆主最为疼爱的弟子 他身世凄惨 父母早亡 圆主受故人所托带走圆小鹿 但因他自小经历太多变故 性格上变得十分懂事 修炼也十分刻苦 完全没有这个年龄的孩子 该有的活活和顽皮 圆小鹿 你师父云野被三大圣羽围攻 恐怕早就一命无忽了 就算你侥幸逃脱 这太上续元丹 他怕是也没命享用 交出太上续元丹 束手就紧 在我药王谷做个药奴 尚可留你这孽障一条性命 还准你回去给师父枯灵 你们这群狗贼 就要胡奏 我师父侠干义胆是大英雄 应当与天同兽 你敢咒他 小心造天前 天同兽 既然如此 那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糟了 天前 那不知我今日杀了这位 云野大英雄的徒儿 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拿我的药 不知死活 什么 丹药粉是我药王谷三圣一地之一的药不凡圣族所用 以利用药王谷叛徒王衡留下的法阵撬门道德 简直胆大包天 死不足惜 我死不足惜 可师父等不及 师父还等着我带着药药回去呢 师父 徒儿真没有 住手 谁在扔扔 大哥 谢谢糟蹋之极品药材 药材 大哥 此女虽然天赋不凡 但最多也就做个药奴 药材是何意 哼 那品阶堤自然看不出来 他这一身血液 已经达到半神的晶圆浓度 这样的极品血液绝肥天生 怕是只有半神镜强者 损耗大半精血重塑经脉才能达到 法御中达到这个境界的 只有一人 看来云野倒是十分疼爱你这个小弟子啊 原来如此 难怪 难过先前收留我的长老说 我活不过五岁 原来是师父替我重塑了经脉 一个修行者身上最为宝贵的就是精血 师父他竟然为我耗费这么多的精血 师父 你从来没有跟徒儿提过此事 我只是一个人人厌弃的病女 师父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如此说来 若是将她练成人丹服下 半神镜也只可待 哈哈哈 奇致半神 只怕是冲击那传说中的真神镜也不无可能 师父对我轻负如此多的心血 我绝不能断送在此 师父 我一定要让太上去远大带回 你报师父安静 什么 二哥 你在做什么 快抓住他 师父 等我 走 我倒要看看 往哪儿逃 黑武 我 不断 你 敢动我 师父一定 我会犯过你 哼 这鬼烟迷障 连你师父云野都未必能抵挡 他来了又如何 光且 明眼的命星一日前便已陨落 怎么 你这个他生前最疼爱的小弟子 竟然不知道 不 师父 师父是他英雄 师父救我 救我 护我 师父绝对不会有事的 别难过 我现在就送你们师徒在下面团聚 师 师父救我 来啦 师父 迈克 哪儿来的小小 竟敢在我药王谷撒野 师父 我这是死了吗 小没良心的 为师大佬远来救你 你就不能怕为师点好 师父 师父你没死 他们都说你死了 你没事 太好了 这是 这是太伤续言丹 师父快 快 小鹿 这是鬼烟毒诈 药王谷居然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用这样阴毒的手段 小鹿精元受损严重 想必是被逼到了绝境 才会燃烧精绪 方才那药老出手三重烈焰 是要将小鹿炼成人丹吗 可怜这孩子 都自身难保了 还拼死护着这枚续言丹 紫衣 照顾好小鹿 是 师父放心 药王谷 好 很好 如此伤我弟子 想必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 云野 这下完了 云野可是大陆唯一迈入半神境的巅峰强者 八语之中无人敢与他抗衡 怎么可能 我只要请诸位长老品贱品贱品贱 本座这火煮 纯不纯净 红莲夜火 你 你真的是云野 不敢 独敢 寿炼 decay1 圣银寿炼21 今日起 缙王谷除名八宗侍派 是云野 他居然没死 云野魔头回来了 妖王谷被出名了 好啊好啊 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魔 我的女儿 就是在他们手中 他们欺凌弱小 攀附强权 也该有此一报 要我说 那些民门正到草菅人命 我错举语之事 也没少做 这样的伪君子 还不如云野魔头 这种嚣张跋扈的真恶人呢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几分二十 斩杀三名半圣经反派人物 奖励几分三 自动给唤几圣人 原来斩杀反派也有几分奖励 这是一换一不划算了 不愧是史上最坑爹系统 一个字 可恶 君爷老儿 狂妄至极 到我太上续元丹 除我宗门长老 还扬言要将我妖王谷 除名八宗石派 就算你是半神之境 当是第一人 今时你也要给我个交代 糟了 是妖王谷三政之一的要不然 传说的肉身境界 已达到圣人终结 法身加持之下 怕是也有圣人巅峰的实力 这时 死记圣元法身 这类法身一代施展 方圆三十里内 所有圣灵的精元都会被吸尽 递进之下 几乎无人能敌 而且 我记得这本秘籍 在从前王长老执掌要往古时 便已销毁 要不然怎么会有机会修德 还演化到如此境界 此记圣元法身 有点意思 和大部分天阶法身一样 此记圣元 也是上古法身的残隽隐变而来 那些所谓的大宗强者 圣人老祖 十七残隽 加以文汇 便自以为创造出了 可以比肩上古法身的超级法身 而这些所谓的超级法身 在真正的上古法身面前 几乎漏毒百出 基本可以理解为 拟了个刑 就如同纸老虎 一扯就破 林爷 你纵徒到丹 致使我谷中白顶丹炉损毁 三位内门长老丧命 要亡谷险些受灭顶之灾 若你此刻交出弟子 并以死谢罪 我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 也算替你保全 这八语第一人的名号 八语第一人 你当我和你们这些 名门正道一样 会为了这些深厚的虚名 出卖弟子吗 林爷老二 别装了 神界以下修行者寿元 是多不过两千岁 若要强行续命 除了外界补充灵丹 灵人 唯一的方法 便是燃烧修为 这类术法 往往短期内 能强行爆发出巅峰实力 但事后修为 却大幅跌落 昨日你莲花蜂 喝退三大圣域 击杀龙徒 如今又以红莲之火 灭我谷中三名 半圣境长老 现下 你周身气息波动 倒是比你身后 护着的两名弟子 还要微弱 我看 怕是已经跌至 道径九重了吧 原来以为我是燃烧修为 换取的短暂巅峰 可惜你列对了攻势 却带错了职 无愧是三圣之一的强者 竟然能察觉到我如今的真实修为 不过 你高估我了 我不是跌到道径九重 我是跌至轮回径 什么 明夜魔头此时的气息 确实和刚入门的轮回径弟子 没有区别 可是他为什么要自保实力 这不是找死了 难道他还有其他底牌 所以才毫无顾忌 对 从前的云也根本看不上 我们这些所谓的八玉中人 于是先出手 你全能解决的事 绝不多废话一句 爸 到底是故弄玄虚 还是真有底牌 一事便知 既然你明顽不灵 那我就送你和这两位徒弟 一同去死 圣人九重 去 师父 小心 木星不错 如此劣质的法身秘籍 都能练到这个境界 可惜了 盗版终究是盗版 在真正的上读法身面前 一招都撑 一方乾坤 法身陷 少延减一 少一少延 四十三 这是 上读法身 十方乾坤 明夜怎么会还能使出法身 这不可能 为天界超级法身的慈祭圣员 竟然在一瞬间爆发的冲击下 瞬间消融 这是何等强大的法身 师父的法身 竟然已经强大至此 是啊 师父出手永远只有一招 一招之下 从无败寂 不可能 就算 就算你有真正上古留存下来的法身秘籍 凭你如今的修为 怎么可能还施展得出 你服了禁药 或者 你一定用了某种技术 想不通 想不通就别想了 等你到了幽冥 阎罗王自然会告诉你 去 你不要过来啊 休得嚣张 云云 劝你一句 忍之将死 莫要做不必要的挣扎 师兄竟然启动了护山大阵 要往古剑宗千里 这独龙八卦索魂阵 便是当时一位半神镜先辈 耗费半身修为集成 威力强大 就算是巅峰时期的你 在独龙瘴气侵蚀之下 也逃不过神魂聚散的命运 独龙八卦索魂阵 好熟悉的东西 我依稀记得当初某人为讨教阵法布局 还曾夜宝莲花风 看来你们这些小辈都不知道 这位耗费半身修为 设下护山大阵的前辈 叫什么名字 也罢 让我来告诉你 这位前辈他叫 王衡 王衡不过历代掌门中 资质极为普通的一位 若非老祖赏实 凭他的资质 做个内门长老都不顾客 云野 你好歹也活了几千年 要吹牛 也得先看看我要王谷史料记载 云野魔头 你也算一大萧小 禀赋不凡 巅峰时期 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八玉第一人 可惜如今 你寿源将近 却还保留着年轻时的气息 要知道 一个人的脾气 若是大于他的能力 是很容易被灭烧的 是吗 看来三位不信 那就试试看 我甚至不用法身化形 以我轮回净一箭之力 便能破了你们所谓的护山大阵 哼 罪灵通天达地 出入幽冥 哼 一箭棺材不落泪 他竟然 真的一轮回净的修为 一箭破了要亡谷千年护山大阵 瞬间灭杀八条毒龙 难道 他所说的是真的 护山阵法 竟是出自云野本人 笑话 真是笑话 我要亡谷千年大宗啊 我们三大圣人 合力催动护山大阵 想要灭杀云野 你想导致大阵 竟然就是出自敌人之手 要亡谷 要亡了 大不过 幸保命 只能如此了 想不到 王衡前辈 竟然真有如此能耐 看来史料记载 并非全然真实 若非今日 云野前辈道出真相 我们只怕 还被一只蒙蔽其中 可怜 王衡前辈一世英明啊 看来不管是先前三玉落败 还是红莲夜魂 焚杀我药王宝三大长老 都绝非偶然 没有任何一种金药 能支撑如此之求 那上古法身十方乾坤 以及这一件破阵的卑士 也绝不是一个宾死之人 能施展出来的 看来云野 还是那个云野 不容小觑 眼下只能拖延时间 等老祖出关了 地竟对上半神 也许尚有一战之力 是 此时多亏云野前辈 我等先前多有冒犯 前辈既与王衡掌门是故交 还请看在仙掌门的份上 饶我们这些小辈一条贱命 留着这条命 好赎清罪过 王衡长老 为妖王谷庆祝一生心血 想不到妖王谷 竟除了你们这样屈颜负事 阴险狡诈的虚伪之人 先前一个个喊着要打要杀 现在见局势不对 就立刻调转枪头 奉承讨好 真令人恶心 师父 这样道貌爱然的伪君子 必定要沾草除根 放得永绝后患 我云野向来秉承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必输 不好 十方乾坤 无形空斩 从今日起 世间再无 要皇 显得到宿主完成解救弟子任务 获得纪分二十 斩杀三名圣经反派任务 奖力纪分量 自动兑换成寿员 高兴宿主 成多施展上古法身 十方乾坤 长看经键提升至九重道境 开启终端主线任务 为坐下所有弟子讨回公道 终于看到主线了 想必主线任务 也是云野生前夙愿吧 放心 云野老头 我既然占了你的身体 便绝不会让任何门派 个人欺凌到弟子头上 八大圣域欠他们的 我必会 一一讨回 请三位掌门深以援手 助我要王谷 共同面对云大魔头 八大圣域 或多或少 都曾得罪过那位云野魔头 他的六个弟子 都与我们有些孽缘 如今他实力恢复 我要王谷惨遭灭门 下一个 就轮到你们被清算了 你的意思我们都懂 可那云野魔头的命星 早已陨落 这是我在占星台亲眼所见 就算他苟延残喘 那也是秋后蚂蚱 蹦跋不了多久啊 哼 要王谷被灭门 那是你们实力不济 别说云野 就是我们真龙圣域 随便拉出去一位太上长老 都能灭了你们要王谷 也就是看在你们小宗门 立足不义的份上 不曾下手 你说是吧 要无尘 我看你也不必来警告我们 有这个功夫 担心我等 倒不如回去好好闭关修炼 说不定能在云野手上 活久一点 你莫要太想象我们要王谷 要老祖既这么说了 那云野 必定是还有几分本事的 只是 要我等圣玉大宗 联手对付一个大县将至 又无门无派的散修 是否太兴师动众了些 是 要老祖 我看你就是被吓怕了 那云野与王衡有救 能破你这山门阵法有何稀奇 何况你这阵法 本就是人家云野参与布局的 把那圣玉好快要重新洗牌了 唉 这孩子自身都难过了 还拼似护下这颗训命丹 云野啊云野 你收了个好徒儿啊 师 师父 这是 莲花风 行了 你这丫头 为是知晓你护施心切 但若有下次 还是当先紧致自身性命 你师父我乃当时第一人 如果有什么师父都解决不了的事 纵使你们全部将命栽进去 也无济于事 知道了 师父 我居然活下来了 是师父又救了我 师父突然变得好温柔 不过若有下次 我还是会这么做的 师父对我的恩情 我一辈子都偿还不完 你啊 只会撒娇 一看就什么都没听进去 小五醒了 五师妹这次 当真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走 是啊 若不是师父诸法精通 又有着通天修为 为师妹消除毒障 否则 师妹身体定要留下隐患了 风大 躺下吧 你们当初被我带回来的时候 一个赛一个的可怜 我既然收你们为徒 便要承担起做师父的责任 小鹿当初被王衡托付给我的时候 才那么小一点 如今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大了 我不救他 谁来救呢 不只是小鹿 还有你们 师父 师父从前 从不会说这般温情的话 看来生死之间躺过一回 师父也有些变化了 师父 当初我年纪太小 很多事情都不清楚 王衡长老 到底是为什么死的 药王谷那边 又为什么要叫他叛徒啊 我明明记得 王衡长老对药王谷忠心耿耿 王衡他 你在搞什么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德行 我不能说 抱歉 如今我寿缘将近 今日要你来 是想将小鹿托付于你 不能说 王衡 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 最烦这种遮遮掩掩的感觉 我知道 只是 我实在没别的法子了 看在多年的交情上 算我求你 什么都不要问 若是之后 听到我的任何消息 也什么都不要管 带走小鹿 麻烦 知道了 后来 我就听说王衡因一己私欲 造成魔般义横行 被青云圣域掌门发现击毙 药王谷将其除名 并联手青云圣域 无偿治愈了所有受难者 魔般义 魔般义是什么 我从前在一本手渣上看到过 魔般义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瘟疫 无论修饰凡人 都不能幸免 染上魔般义的人 身上会逐渐出现黑斑 一开始并不致命 只是有些发热 很容易被忽略 到黑斑蔓延扩散至全身 就会蹊跷流血 要时无意 我记得因着此事 那几年青云圣域和药王谷的人 在哪儿都格外受人尊敬 很是威风 得意了一段时间 不可能 王衡长老绝不是这样的人 此事必有蹊跷 那些名门正派 不可能有这么好戏 爹 恭喜速度解锁支线人物 查找王衡死亡真相 完成几支线人物 主线进度可达六分之一 积分奖励 加一百 多少 一百 之前都是几分几分的加 这个任务居然加一百 如今时过境迁 证据只怕不好搜寻 也罢 我便再亲自跑一趟 去查清真相 绝不会让王衡枉死一场的 从记忆里看 这王衡活脱脱一个胜负 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反正昨日药王谷上层 几乎都被我杀光了 如今掀不起什么波浪 走一遭也没有风险 多谢师父 师父身体刚恢复 便反复奔波 徒儿愿为师父代劳调查 徒儿发誓 若不查清真相 绝不会连华锋 我意已决 此外 我有更重要的事要交给你 小四和小六至今未归 怕是在哪里被扣住了 要王谷一战 我身体恢复之势 天下皆知 现在无人敢动他们 作为大师兄 你去查一下他们的行踪 将他们带回连华锋 是 我一定完成任务 你们先前受的伤 还没好全 我不在的时候 便在莲花峰 好好歇着吧 是 至于小鹿 就和 我要和师父同行 胡闹 你的身体还需要修养 有师父在 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不能一同去查清真相 便是养伤我也不能安心 况且师父身边 没有徒弟伺候怎么行 好不好吗 好不好吗 又撒娇 好 你便随我一起 师父最好了 哇 师父这身可真亲切 就像是 我的师兄一样 太像师父的 你的脚都忘了收起来 师父 那有人 我准备下山了 留在药王谷太没前途 长老和三圣随随便便 就被人伤门杀了 连护身大阵都轻易被破 这也太菜了 出门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是药王谷的 也不能算菜吧 那可是云野呀 云大魔王可是当时第一人 败在他手上太正常了 叫什么 那魔头坏是真的坏 强也是真的强啊 知道自己菜还招惹人家 以药王谷现在这情况 马上都要调出八宗石派了 实在没奔头 听说马上是青云圣域 招弟子的日子了 我还不如退派去试试 反正我刚进药王谷 也没几年 陆师弟天资出众 就算药王谷没没落 过几年 肯定也能顺利入内门的 去青云圣域 一定能得到重视 我们就不行了 你们几个 不好好修炼 就在那说什么呢 散了散了 吃法长老来了 走了 路人家 又是你 你再出言不逊 惹得人心惶惶 我就要以门鬼处置了 罗长老 再也没有下次了 我保证 这次就放过我吧 最好是 药王谷真的要不行了 罗长老刚刚不过是 雷声大雨点小 只怕你说的 也正是他心中所想 他也在预备着 另谋出路了 所以这才轻轻放过你 这位师兄 你看得很清楚啊 没想到外门 竟然还有师兄 这样的聪明人 三言两语 就猜出了那人的心思 不愧是师父 不过咱不能继续 在这顶峰作案了 师兄 随我来 就这儿吧 坐 不知师兄 怎么称火 我姓云 已未年入的药王谷 这位是我的妹妹 云师兄竟然和大魔头 一个姓氏 注定不凡呢 不满师弟 我的毕生目标 就是取下大魔头性命 明阳整个修真剑 师父真能编 好 云师兄志向高远 不敬师兄一杯 要知道连我派护山大阵 都伤不了大魔头一根毫毛 听闻这护山大阵 还是当是一位半神镜掌门所设 这是在试探我 不是说因为这位掌门 与大魔头是好友的缘故吗 我关师弟消息灵通 怎么这一点底 还要跟师兄藏着掖着 这个师兄真是敏锐啊 小弟认错 关于那位王衡掌门 师弟了解多少 师兄既然是知情人 那小弟就敞开说了 相传 这位掌门与大魔头交情极为深厚 有的一众长老都看不惯 是老祖力排众议 才坐上掌门之位的 可惜呀 与大魔头交好的 能有什么好人啊 放肆 怎么说 听闻这位王掌门 因为贪图幽灵珠不顾他人死活 硬是让人撬开了幽敏魔君的光果 这位在修魔对立时代 可是使徒的一把好手 幽灵珠 幽敏魔君 妖武尘 滚出来 师父发现什么了吗 没有 不过得到幽灵珠这个信息 已经够了 师父真可靠 明眼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还在的上门挑衅我药王谷 真当药王谷是阮世子不成 云大魔头又大上门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早劝过你们 趁早跑路吧 飞不停 这下好了 今日起我宣布 我不做药王谷弟子了 我是莲花峰弟子 这是我的脚 大可不必 莲花峰不缺杂役 不过就放你一马好了 陆脚分我一个 我也要 还有吗 杨无尘 杨无尘 你这药王谷不行啊 敏也 到底想干什么 好事也看够了吧 苦山大阵尚可以解释 但三圣若是盛景巅峰 却被敏也一招击杀 如果他实力没恢复 不可能做得到 可他身上 确实又只有九重道径的气息 不如事态一番 与其问我想干什么 不如问你先做了什么 当年王恒的事 什么我都知道 先诈他一诈 什么 王恒 是那个造成魔般医的罪魁祸首 王恒吗 莫非其中有什么影情 你们两个 把我的脚还给我 该死 这人绝对不能留了 王恒害死那么多无辜休士凡人 一切都是他旧游自取 倒是你 云野 几次三番如我要王谷 莫非真以为 我没有底牌了 今日既是你主动送上门 便受死吧 古神之墓 居然是古神之墓 我在古术经纪篇里看到过 古神之墓 是古术的最高级法术之一 不止威力强大 每一条古神身上都富有七毒 纵使是半神镜 也拿他束手无策 我去 壮鸟 没想到老祖还藏有这手 师父小心 这鸟虫小技 还没完呢 有偷袭 师父 终于脚下 民野 你完了 我这骨蛇 不止不幸养的 重要的是 还能封易修为 这下 无论你是不是装的 都使不出灵力了 今日 必死于我手 交还给你 完了 这次站错队了 老祖 弟子盾要往古是中心的呀 老祖 等会儿 你们别罢了我 古毒一解 手缘减三 是吗 本来还想见识见识 你这号称能独捣半神的骨蛇 有什么特别的 就这 你以为这反应不对 可我分明看到 古蛇咬中了他 云野 别装了 要是你肯跪地求饶 向我磕三个小头 说不定 我倒是愿意放你了 能看到文明天下的云地磕响头 死几条宝贝古蛇 倒也值得 收起你那可笑的幻想 十方乾坤 发身 去 怎么会 你为什么还能使用灵力 究竟 用了什么法子结了古毒 不可能 这些亡良手段 才杀不了我师父 可恶 被这老皮肤护住了 云野一出手就是大招 哪有一点被封住灵力的样子 我死了 死 死了 喜欢刚刚出生的不是我 要无尘 你可服气 想当初那件事完完整整交代出来 我饶你一命 这下就是王衡造成了魔班议 被青云生育主发现击杀 你还要我说什么 不能说 受了我就完了 我的手 我的手啊 还不老实 断你一臂 你做惩戒 我只说一个词 幽灵珠 他 他怎么知道 没想到云野到得这么快 先前搭讪的二人 应该是他的大弟子凌峰 和五弟子袁小露吧 不枉我特地透露了潜伏这么久 才得到的消息 这才几个时辰 云野就杀上门了 我的毕生目标 就是取下大魔头性命 明阳整个修真剑 不过他大徒弟敢说出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莲花风也不是一片铁板了 这倒可以利用 看来来晚了 战斗结束了 让我见见大名鼎鼎的魔头 究竟长什么样 不过 这声音有点耳熟 谁 取下大魔头性命 这么会玩 他是云野 云野饶命 我说 我都说 我已经废了一只手 再废一只 不如死了算了 请赵子 既然你对我的求援 心失落无睹 小怪我破坏约定 我轮落到这地步 你也别想好过 那段时日 王衡接触到好几个 满身黑斑的病人 反复发业鼓急 确认是摩班医 他禀告我后 展开调查 多条线索 直指青云圣印 摩班医是幽民魔君的拿手好戏 各大古籍上便寻不到解药 这是修针界的大货呀 老祖 放心 此等大事 我并不可能放过 你送去寻找解药 我本想拆穿 青云圣域做的恶事 这时 青云圣域主清招子 召上门来 小而顽劣 近日偶活幽灵珠 不小心闹出了点风波 竟然惊动了贵派掌门 是不是 有些小题大做了 说得轻松 这可不是区区风波吧 若是你愿意配合 除了幽灵珠 我派最近还得到了一部功法 可以完善你的古术 当然了 其他的宝贝也不会少 就是刚刚被我师父 轻松破解的那套古蛇功法 你就动心与青云圣子交换了利益 还有呢 如果紧紧互相包庇 一旦魔班医爆发 仍然只包不住 青云圣子告知了我解药如何炼花 须将药方投入屋中 燃烧炼养者的灵力性命 一共三天三夜 所以 王横长老他 王横虽然胜负 但并不无脑 你拿什么威胁了他 他那人提升最看重两个东西 一是药王骨 二则是 他收养的那个孩子 所以 王横长老是为了我 这就是当年魔班一爆发的全部始末吗 这些名门正派 真是一如既往没有下线 好了 你去死吧 你 你不是说放过我 竟然还有人相信我这个魔头的话 听了你这么恶心的故事 我反悔了 想想 还是送你下去给王横赔罪 不要哭 我们去给王横报仇 王横赔罗太惨了 我们怎么报仇 清云圣玉最幸不是昭徒 不知道他收不收我这个灭他满门的弟子 喂 那边神族的小子 跟上 师父 你说的神族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他是三师兄的族人吗 这个你就要问他自己了 好好的一个神族移民 为何会潜伏在药王谷外呢 我猜 不光他身份是假的 就连名字也是假的吧 晚辈陆问生 重新见过前辈 这个名字正常多了 之前取的什么玩意儿 陆王瞎 陆人假 一真土 先前都有冒犯 还请您见谅了 等幽灵珠这件事结束 我一定一五一十老实交代 莲花风恶名在外 不探他虚实 我怎么敢贸然上门啊 哪里想到是您老亲自出马啊 这位兄弟 请问一下收徒大考进行到哪一步了 刚刚开始 去那儿交十块夏品零食 登记录名 就可以安心等着了 多谢 仪式越来越简单 报名费却越来越高 据说上届只要三块夏品零食 清云圣域也太黑了 谁说不是啊 简直儿戏 收徒大考 甚至连个正经内门长老都没有出现 前辈 怎么说 我们直接杀了进去 都杀了倒是轻巧 不过为了洗脱王衡无名 还是要先找到幽灵珠 要是元主 肯定会都杀了 然后身上的黑锅越来越多 不仅帮不了王衡 反而会加身误解 清云圣域 本家子年入门测试 正式开始 叫到名字的挨个上台来 将手放到这块测资石上 测资石可有九个等级 清云圣域只收天资为中阶中平往上之人 此外 本届测资一试 我们清云圣域少主将会全程在场旁观 天赋优异者可直入内门追随少主修炼 哎哟 这位小祖宗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以往入门测试还能收点油水 这次想不了喽 之前的跟班中了摩班翼 没一个挺过来 这次干脆从新弟子里收几个命印的 暗腰无尘的说法 幽灵珠应该就在他身上 居然送上门了 得来全不费功夫 陆温生去替我们仨登记录名吧 是 清云圣域少主清平之 修真借大名鼎鼎的顽固修二代 天资平平 却急得清云圣域主储爱 一般情况下真不好接近他 这次倒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陆人家 上街中平 通过 元人仪 上街下平 通过 下一位 云人兵 这小子真会取名字 不过他天赋当真不错 小鹿吃亏在身为依修的缘故 依修向来不堪根骨 一上午了 就那么几个上街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 你当上街天资是大白菜啊 放出去 每个宗门都要当宝贝的 清云圣域 作为八大圣域之一 自然比小门小派卡得严格些 可是我邻居有人在试下文家当差啊 文家公子天资下街 据说也见了清云圣域 咻 宽喜户 少见多怪 那些人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个路子 把手放上去 古林看着不小 这么大年纪 还来参加入门测试 自从圣主改了测验规矩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上来了 独自量力 无品 别浪费时间 下去吧 我去 无品街 长见识了呀 这种天赋胎敢上台 丢死人了 本来我还担心自己天赋低丢人 有他垫底我一下就不慌了 师父能从无门无派的反修 到如今的九州第一人 天赋怎么可能差 这些人懂个屁 你先别急 什么 这光是 上街上品 小丑就是我自己 抱歉 似乎将测资石弄坏了 不会让我赔吧 不 不用 是我看走眼了 云人兵 上街上品 通过 你去新弟子队伍里吧 此等资质 圣主倾传弟子也做的 哎呀 我刚刚怎么就没表现得和善一点 错过了八节的好机会 我就知道 师父永远是最厉害的 上街上品只是测资石的极限 而不是云帝的极限 不愧是公认的九州第一人哪 今日入门测试已全部结束 闲杂人等速速离去 啊 这是所有新弟子了 请少主您过目 嗯 我都看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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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三个跟着本少主吧 最厉害的那个做打手 另一个看起来就很会说吉祥话 做狗腿子足够了 这人的小妞嘛 长得不错 嘿嘿 嘿嘿 嘿嘿嘿 这个 您一下就挑走了天资最好的三个 我恐怕不好交代呀 别废话 就这么几个人 还要我亲自去向父亲讨不成 嘿嘿嘿嘿 哪里 这种小事不敢惊动圣主 您慢走 哇 测验长老在少主面前 屁都不敢放一个 架子真大呀 是啊 真羡慕这三个人 跟着少主以后岂不可以在宗门里横着走了 横着走 这福气还是留给你吧 按清平之的性格 挨打受气最多的 恐怕就是他的跟班 少主 我们不用先去报到吗 父亲很久没让我出宗了 要王谷出事 他怕我撞到云野手上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 当然要先下山快活快活 好机会 动手 既然如此 我知道一个快活的绝好去处 不知少主 有没有兴趣 你小子一看就很会玩 快带我去 这是哪儿 这里哪有什么好东西 敢耍我 你死定了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不能拿出什么有意思的玩意儿 我就将你的头切下来当猝狙体 少主莫吉 有意思的玩意儿 不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吗 哪里 我怎么没看见 我好像一个反派哦 不对 我本来就是魔头 你 你怎么敢 我可是青云圣域少主 等我父亲知道了 你们就死定了 哟 我还生怕你父亲不来找我呢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他又是谁吗 我都不认识你们 还能是什么大人物不成 况且再大 也大不过我父亲 不妨告诉你 他是被你害死的 药王谷王横长老的养女 那 那又怎么样 一切都是那个王横 旧由自取的 区区小派掌门 死了就死了 难道还要我赔罪 灵完不灵 药王谷掌门不配 那我云野之徒呢 够不够资格 云野 你是云野 救命啊 去 不要杀我 求你不杀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先说说你是怎么拿到了幽灵珠 当初幽灵秘境出世 按规定上报给青云圣域之后 是要派人前去销毁 但因为我从未见过魔兽秘境 便摇着父亲进去玩了一圈 敲开了幽灵魔君的棺材 拿走了幽灵珠 没想到 出来后 我的跟班们纷纷感染了魔班疫 你为何没事 幽灵珠作为致寒其恶之物 可压制百毒 用户佩戴者诸邪不清 死后失身不服 都录下了吗 刘影珠正在录着呢 这幽灵珠 小鹿拿去玩吧 哇 谢谢师傅 至于你 你你你 你要干嘛 当初是送礼上路 犯了这样滔天的罪孽 就不要想着活命了 早点下去熟悴 说不定下辈子还能投胎到人道 恭喜宿主 获得王衡全部死亡真相 积分奖励100 当前积分190 系统商城已解锁 宿主可使用信仰值 最快商城物品 叮 信仰值已解锁 当前信仰值160 喂 系统你也太抠了 怎么随随便便一样物品都有好几百信仰值 最便宜的索先生也要200 我能买什么 宿主不要着急嘛 每月信仰值兑换完 下月即可全部再生哦 李宗说如果宿主这个月信仰值是100 将100信仰值全部兑换完剩下零 下个月更新后宿主仍然重新拥有一百信仰值 明白了 那信仰值累积起来不就非常夸张 从前总愿望你扣门是我的错 今天请 你就是我的掌上名统 我儿命还碎裂 是谁干的 我要将它碎尸万端 前辈 现在一切证据充足 我们 等 等 据说少主是被人一刀割喉的 发现的时候还睁着眼睛死不瞑目呢 也不知道究竟得罪了谁 少主平时得罪的人还少吗 要不是正着圣主 在少主葬仪说这个 你不要命了 前辈是在等清平之的葬仪吗 以清招子对清平之的宠爱程度 绝不会让他悄无声息地走 今日鱼龙混杂 八宗石派皆有派人来祭奠 还有诸多小宗和世家来人 最重要的是 看哪 他请了禅宗的和尚们 来为清平之超度 禅宗大师普度重奢 就算清云圣运下风口令 也威胁不到这群人 有他们见证真相 最合适不过了 不错 贵少主的事 我们都听说了 真令人痛心 轻胸节哀呀 是啊 也不知得罪了哪方小人 竟遭此狠手 不是小人 是魔头 你是说 我用智宝 走马回宿境看到了我儿死前最后一个画面 凶手不是他人 正是云野 竟然又是他 前脚刚杀完燕王谷老祖 后脚又悄悄杀了清云圣玉少主 云野真是杀心大发了呀 这魔头作恶多端 迟早有人收了他 阿弥陀佛 又是灵野 他不是快死了吗 怎么还能蹦大 哼 这些人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放心 前辈心里一定有数 不急 看看他们还要说些什么 当面说魔头坏话 一会儿这些人不得吓死 不过这画面有点似曾相识啊 与大魔头交好的能有什么好人啊 一月 魔头猖獗 今日是我儿 明日又不知是谁 今日借此机会 我要诸军随我一起涂魔 诛杀云野 还修真剑 一个亲民 云野实力据说已经恢复了 前不久才涂了药王谷 现在可不是围剿的好时机 不如退一个领头的替死鬼 替我们试探试探 正有此意 秦兄啊 魔头之罪庆祝难输 屠魔行动确实刻不容缓 只是这里头之人 我义不容辞 屠魔 屠魔 兄弟 你怎么不喊 这可是在大人物面前露脸的好机会 你怎么走啊 你们是在找我吗 云野 你 我居然这么不知死活和魔头大话了 兄弟 我懂你 真的 云野老贼 你竟然还敢出现 还我而命来 太慢了 啊 魔头既然主动出现了 各位随我一起诛杀魔头 杀了云野之人 我清云圣玉出十套天品工法 二十瓶仙品丹药 五百万颗尚品零食奉为座圣兵 清云圣玉真是大气 富贵协中球 大家一起上 我也能把魔头磨死 杀 神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我相信师父 没保留证人 我都全杀了 需要一下能震慑住这些人的法子 看看系统有没有可用的工法 这个不错 普陀净土 这是什么 我的灵力使不出来了 我的也是 好霸道的招式 是我传宗的阵法 普陀净土 除释放者外 领域内所有人 暂时失去修为 据说非神境误不得 现在各位可以安静听我说话了吧 不愧是系统出品 这质量 真好用 云野的修为 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境界了吗 幸好刚刚没有出头 此界不可能存在神境 但云野竟能使出这部工法 还有谁能与之一敌 卢文生 是 魔头 你又要干什么 请各位看点有意思的东西 看好了 龙影珠 云野要给我们看什么 完了 全都完了 想不到 青云圣玉竟然才是当年那起 魔般义的罪魁祸首 我记得当初青云圣玉对外公布说 是青昭子击杀了那位王衡长老吧 有人家炼的药 成全自己的名声 真无耻啊 真相已明 那我就替天行道 为青云圣玉清理一下门户 想必无人有意见吧 阿弥陀佛 自无魔时代以来 魔修秘境一旦发现 就要立刻销毁是九州共识 青云圣玉私自破镜 自当受到惩戒 别说您老占礼 就算您不占礼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人也不敢置身啊 不 你不能杀我 我可是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事 师父 有我的手帕 还是女孩贴心啊 呵呵 把这些布都给我撤了 青云芝是什么东西 他也配 哎呃 是是是 应该的 这就撤 青云芝平日欺男霸女 作恶多端 如何配这么多前辈来吊咽 地上梁 各位都起来吧 换上新的白帆和祭品 大家继续祭奠王者 什么王者 啊 师父不是让人 把这些东西撤了吗 人也又在打什么哑谜 将祭奠之人 换成王衡 师父 云帝所言善事 王者们之举 赶天动地 挽救了无数人性命 却无辜枉死 正该让天下人 都前来祭奠一番 丁 信仰直击散者 有劳大事了 您也为王衡 诵经超度一番吧 王施主心细苍生 大意而绝 令人钦佩 带回宗后 我便召师兄弟们 在佛塔 为王施主 供奉王生碑 多谢大师 仇人已死 你的清白也证明了 王衡 安心去吧 二位这捏手捏脚的 是要赶去哪儿呢 没 没去哪儿 只是祭奠完王掌门 我们心中有感而发 决定要尽早让世人知晓 歌颂一下王掌门的一举 呃 正 正是 看来云野实力 真的完全恢复了 而且更为精进 一会儿 他要是想起来 我派围攻莲花锋的事 打算算账就不妙了 我得赶紧溜 三天 既然两位掌门这么热心 那么三天内 我要九州内的每个角落 都知道此事真相 若是做不到 那我们便亲自上门 给云帝请罪 去吧 账 还是一笔一笔算得好 此处没有外人了 说吧 你为何蓄意接近我 请云帝救救我神族圣女 昔日神族一夜之间灭族 原因不明 我偶然捡到伪装成起儿的高傲 本以为神族已经无人了 没想到还有幸存者 灭族 天哪 我也是近期才探得的圣女夏洛 凶手势力庞大 我无能问力 求云帝 看在您弟子的面上救救她吧 你先随我回莲花锋 此事还是要让高傲知晓 师父和小鹿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 心情不错嘛 师父 你终于回来了 看你激动的 被师弟师妹们看到 他们可要取笑你了 所有事情我们都听闻了 师父灵堂展兄 藏衣换竹 好威风啊 对了 小鹿呢 怎么没和师父一起回来 这位是 在下鹿问声 您叫我小鹿就好 小鹿的事 一会儿见到你三师弟在谈 至于小鹿嘛 等会儿 师父 你说的小鹿 是哪个小鹿啊 都是巧了 这小子与我莲花锋有缘呢 云前辈不嫌弃的话 叫我卫生就行 这小子 真会生肝子往上爬 小鹿说 他要继承王衡意志 将药王谷变成 王衡理想中的样子 所以留在了那儿 孩子大了 留不住啊 师父怎么能将小鹿 独自留在药王谷啊 子医姐姐救救我 小鹿本就不擅长战斗 前不久还在那儿受了重伤 留在那儿 岂不天天受人欺负 不行不行 我得就把小鹿带回来 回来 可是 师父 我云野的弟子 不能做温室的花朵 而且是小鹿自己决定的 对于小鹿之后 想留在药王谷一事 不知各位长老 有何意见 这是药王谷的荣幸啊 是啊是啊 在王衡身边 见到这孩子的第一眼 我就觉得他以后 一定有出息 果不其然 他居然成为了您的徒弟 王衡住的起云台 一直空着呢 小鹿可以继续住呢 就当和住的莲花峰一样 对您的弟子 我们一定把他当您来尊敬 这群家伙把好听的话 都说完了 好歹也给我留一句啊 有了 像那种打伤小鹿 挑衅您的事 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不会说话就闭嘴 胜怕云野想不起来是吧 嗯 起云台不错 这些人 自小就对我和王衡长老 冷嘲热讽 如今一个个 却坏受这副嘴脸 那就好 你满意就好 幸亏这顾奶奶没生气 不过也想把我供起来就当打发了 我要做药王谷掌门 这如何使得 一派掌门 是你这个丫头骗子能当的吗 荒谬 云野还在呢 都找死是吧 住嘴 我们这群迂腐的老顽骨 我看没有比小鹿更适合的掌门人选了 小子背叛组织啊 背你个头 赶快闭嘴吧 各大圣语近年来不成文的规矩 是紫城赋业 小鹿是王衡养女 继承王衡的掌门之位 不过是顺应大量 你们觉得呢 想好了再打 我的四十米长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参见掌门 只要莲花峰和我再一天 小鹿就不可能有事 那群人没这个胆 那我就放心了 不愧是师父 高鹅呢 怎么不见他人 师父自己去看看吧 高鹅他出家了 出家 高鹅在搞什么 阿弥陀佛 师父你回来了 师父 不 先走看看我 有没有一点禅宗大师的风范 你受什么刺激了 他听说师父在清云圣玉 用一手精妙的禅宗正法 挣住了所有人 下定决心要追随您的脚步 完了 圣玉大人 我们圣族好像没救了 人才 你这不仅不像禅宗大师 他有点像偷袈裟的黑熊精啊 黑熊精 可我没有妖族血统啊 不重要 先谈正事 高鹅 好久不见啊 陆卫生 你这人还活着 当初神族灭族之际 我侥幸在外历练 得知灭族的消息后 当即隐姓埋名 这些年一直辗转各大宗门 暗中调查真相 今日终于有了线索 是谁灭了我神族 星云圣玉 和太虚圣玉 这两大圣玉 向来和神族交好 福兄经常与两派圣玉主 把酒言欢 怎么会是他们 正因为交好 在神族灭族之后 他们却毫无动静 不更显得可疑吗 师父早有猜测 这些正派宗门 表面刀毛岸然 实则背地里都是群畜生 我这些年四处奔波 因此诡计听了不少 可惜没找到 他们图我神族的证据 可恶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 那倒不会 别忘了你是谁的徒弟 是不是说 我云野几时是看证据做事的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才是咱们师父的做事风格 三师弟 卢温生 别默奖了 你话再不讲完 他就要拿刀冲上两大圣玉了 此时虽无物证 却有一个关键的人证 此人是谁 灭族当日 留在神之谷 据说早已去世的圣女大人 姐姐还活着 她在哪儿 圣女被关在太虚圣玉 但具体位置我并不知道 那还等什么 你直接和我杀上去 把什么掌门老祖都抓起来挨个问就是 悟静 少安悟造 悟静是谁 红头发又排行老三 你当然是悟静 你这样贸然打上门 是生怕太虚圣玉 不拿你解性命威胁你吗 师父教育的事 可是 也罢 我就亲自走一趟 太好了 多谢师父 前辈之恩 墨池难忘 恭喜宿主 解锁支线任务 寻找神族圣礼 清算神族灭族之城 完成此支线任务 主线进度可达六分之二 积分奖励加一百 陆露宿女死亡 任务失败 积分减二百 高昂性养殖加二十 陆渭生性养殖加二十 付两百 烧八匹系统 为了搭上师父 你费了不少劲吧 是之前要往谷的事 让你找到了可乘之机 是啊 我都做好被识破后 再被教训一顿地准备了 云地在外的名声 足以下的小儿子提 谁想到本人居然 这么狭义心肠呢 你就放一万个星好了 师父可是我们 莲花蜂的守护神 太好了 我终于放上大腿了 喂 你没必要这么感动吧 戏是不是有点过了 我刚刚以为 你是真傻呢 吓死我了 喂 以后不要再装傻了 太吓人了 乌镜 小话说清楚 什么叫装傻 嘿 你谁是乌镜啊 是你 是你 就是你 嘿嘿嘿 这样的活法 你们神兜看起来 确实不像有救的样子 商城居然有隐形斗旺麦 严重怀疑这是从魔法世界偷渡来的 真香啊 谁允许你们接近这里的 后山禁地 禁止靠近 不知道门归吗 去刑堂各领三十遍 我们知道错了 求少主 饶过我们这回吧 四十遍 滚 是 处理掉 听力 他就是太虚圣誉少主 为了不暴露这儿 即使那两名弟子什么都没看见 还是说杀就是 嘿嘿嘿 秋洛仙子 我来了 将瓶子给我吧 稍后我会自己取血的 少主臣是来拿 秋洛仙子对我之前提议一事 当真不动心吗 承蒙少主后外 不过秋洛普柳之姿 配不上少主 少主请回吧 不送 不知好歹的女人 我看你们矜持到何时 神族之戏 是炼制神品丹药的药益 看来这位高秋洛圣女 是用自己的血 换得的一时平静 不过太虚少主似乎想人要兼得 呸 喝我的血杀我族人 竟然还厚颜无耻说要娶我 想喝我的血 那就喝个够吧 我保你一喝一个补之声 我去 你这鸡哪儿来的 今天总觉得心里不安 好像有人在背后偷窥死的 抹火抹火 一定是错觉 这没什么好心虚的 人血都喝得 鸡血怎么喝不得 内心惹活该 求洛姑娘 救命啊 救命啊 你起来救救我啊 抱歉 吓到你了 不愧是高傲的姐姐 梁姐弟这样能整活的性子 倒是如出一辙 不用害怕 我是受人之托 来带你离开这的 不是鬼 你是受谁的伪多 你又是谁 这里可是探虚圣域的禁地 就算你隐匿行踪的本领 比别人强些 但这结界不是一般人能破的 看好了 白红冠日 这可是当年探虚圣域 开身祖师爷设下的结界 居然一招就击碎了 拥有此等能力的 绝不会是无名之辈 你到底是谁 我名云野 云野 被关起来前 我就听说过云帝的名号 这样的大人物 怎么会跑来救我 小小之徒 敢敢放我太虚天帝 就要做好把命留下来的准备 不好 是太虚圣域圣主 该死 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云前辈不用管我 我对他们还有用 他们不会拿我怎么着的 贤辈快逃吧 秋洛之前被实力高强 但他毕竟是一域之主 秀为切切半神 云前辈一人 如何与一域抗衡 还是快逃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是吗 想往哪里逃 你俩已经逃不掉了 好你个高秋洛 对我的嗜好百般不假辞色 竟不知从哪儿勾搭了一个小白脸青狼 想要我的命 那就亲自过来取 不好 是你 我突然想起大路上的火还没关 先走一步 云儿 替我好好招待贵客 儿子没了可以再生 小命不保 这什么都没了 云儿对不住了 我为父一定为你办一个疯狂 不输轻贫质的葬礼 等等 父亲 出个声就能吓走地径强者 我是遇到了怎样的大人物啊 来都来了 别走啊 一起落会儿磕 锁先生 去 我这把老骨头啊 大胆 我父亲可是太勋圣主 你们怎么敢这么对他 还不快松开 放肆 怎么对你云叔叔说话呢 知道这是谁吧 父不胆自顾 看在我态度这么殷勤的份上 可别把我这冤肿儿子的不禁 锁在我头上 父亲 你 你吃错药了 你看您 还亲自跑一趟做什么 您想要带着女娃娃走 直接走就行了 不用和我们打招呼 是不是 还想打包一些特产 带回脸花蜂 您随意 什么都可以拿 当自己的地盘就行 你眼看 怎么从前看不出来太勋圣主 还有这种溜须拍马的天分 莲花蜂 你 你是云野 少主有何指教 没有 先说好 你杀了我父亲 就不能杀我了 你这不孝子 你留了老子还怎么活 跟我回来 好一个父子子孝 你怎么想 要不要杀了他们 丘鲁仙子 你在太虚生育这些年 怎么对你不保啊 除了定期取取血 你的蚩双用度 可都是门脸最高配 丘鲁仙子 我对你是一片赤子之心啊 也从未对你有过不敬 这两人 杀了都嫌脏手 对了 不妨告诉你们 你们要的血 除了前几回数我放的 后面你们用的药引 可都是这玩意儿身上的 什么 我说我最近怎么老响 吴点起了好两声 看见虫子就想咬两口 原来 罪魁祸首是你 原来老祖一直悄悄藏在 树后不敢出来 信息量似乎有点大 爹 幸好老祖 把神品丹药都毒吞了 咱们没吃上 整个太虚圣语 最硬的只有山门口的石碑了吧 小丫头骗子 莫以为有云野撑腰 我就不敢拿你怎样 今日定要你付出代价 扶龙掌 当着我的面 威胁我要护着的人 你很勇啊 云帝很欣赏老祖的勇气 决定应下挑衅 使用了不知名的招数 接下老祖的成名绝技 扶龙掌 那么结果如何呢 好强的内力 我撑不住了 果然不出预料 老祖败落 云帝尸不可挡 云野 留下这丫头 你自己走 总是我不敌你 但我若真的豁出去 未必不能中伤你 你一旦中伤 到时很多人都会 蜂拥而上去你性命 我劝你慎重考虑 这丫头形式恶毒 今日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饶过她 云前辈 我 安心 好 看来你执意与我作对 虚魂 开阵 是师祖爷留下的 妖魂探虚阵 父亲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门内还有这个阵法 祖师爷设下此阵号 从未启动过 这是太虚圣域的最后防线 阵内哪有百妖枉死之魂 一旦开启 百妖将群起攻之 撕咬被宽者 这些妖生前都是手上 有数条人命的恶妖 在阵内 实力更会提升到 生前的十倍不止 前辈 现在怎么办 你可知他们为何这么怕我 不知 手段再花里胡哨 在我云野面前 都是小儿过家家 就凭这还想困住我 雷霆万筋 就连祖师爷留下的阵法 都拿他没办法吗 就当上门帮你们 给妖魂超度了 超度费每只十万上品灵石 成辉 每只十万上品灵石 你怎么不去抢啊 瞧你这话说的 我这可不就是正在抢吗 你可 魂 怎么 这么好的条件 二位意下如何 那可真是太好了呀 三日内 必送去莲花峰 不劳您亲自办了 您看 还有什么要求 三日后不急着送灵石 先举办一个宴会 以太虚圣誉的名义 这个好说 不知是哪位先生要庆祝喜事 我也好按需去置办 您放心 我一定办得风风光光 轰轰火火 九州内 说得上名号的宗门使家 都给请来 绝不会给您丢了颜面 嘿嘿嘿 不用请其他人 我这边五个人 你那边请上 心灵圣誉的人 我们就办一场 红门宴 红门宴 走吧 跟我回莲花峰 高敖和陆问生 都在那等你 他们居然都活着 没想到高敖 居然有幸 外入您门下 我们姐弟性命 都靠云前辈出手相助 如此大恩 无以为报 我愿留在您身边 做一侍女 日日侍奉 莲花峰不说杂役 我也不需要侍女 你既是高欧的姐姐 安心在莲花峰住下就是 多谢前辈 只是如果不能为您 做些什么 丘落实在过意不去 您就让我做些小事也可 云叶前辈 与传闻中截然不同 真是个温柔的人 听 高丘落性养殖 加二十 既是如此 你可随意 这些瞎 人呢 前辈的弟子们都不在吗 这有风流书 师父 高傲和卢文生 在师父离开后说 身为弟子和神族血脉 不能只看师父一人忙碌 要为师父分忧 随即出发 去了心灵圣狱 小鹿性子 单纯天真 我担心他一人留在药王谷 行事处处受阻 特去相助 几日便归 师父误念 忙 都忙 忙点好啊 前辈的几个徒弟 看着感情可真好 我从前兽徒格外严厉 他们几个被教训后 总爱在一起抱团取闹 自然感情不错 就是有时太胡闹了些 云前辈还有严厉的时候 我以为前辈应当是 溺爱徒弟的那类风格呢 看起来完全不像 那可惜你没机会见到了 传音哦 不知是前辈的哪位徒弟来消息了 云前辈 救命啊 师父 救我 这两人 还是那么不靠谱啊 听他俩声音 虽然慌张 但并不交集 应当不是迫载眉睫的危险 否则不会有机会 慢慢让传声欧来通知 你先在此安顿 我顺着过去看看 是 云前辈小心 高院你 是你说 你从前在心灵声誉有门路的 这下好了吧 这怎么不算门路了 那疯女人轻轻热热上来喊小路的时候 你不也觉得他可以利用吗 这算哪门子的门路 我以为 他是你在心灵声誉的老相好 屁颠跟着这女人 来到他地盘 结果人家一上来 两杯毒酒 把咱俩修为全封住了 哎呀 我也没想到啊 我就在心灵声誉潜伏过一年 很快就有了其他线索跑路了 那女人从前就态度亲热 还是个长老 我以为是我魅力大呢 你这狗屁魅力 没准人早发现你不对劲了 就等着给你下套呢 不好 他不会发现我是云野的徒弟 要对我师父做什么吧 我是誓死 不会透露师父半点消息的 总共就说了几句话 但能发现什么啊 没听到他那帮手下嘀咕吗 他要把我俩做成炉蝶 今晚就洞房 今晚 谁先啊 一起 我的清白之身 今晚就要守不住了 哎呀 毕业整得和个黄花大龟男似的 想个法子 咱来反杀那个女人 能有啥法子 咱俩修为被封 防身法器都被搜刮走了 那女人本就是圣人静修为 如今更打不过了 好不容易逮个机会传信给师父 也不知道师父何时能收到 谁 莫非是那个疯女人 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不会从的 我告老李氏 要留清白在人间 是我 你继续 我就不打扰了 师父 你可算来了 云姐妹 你终于来救我们了 把你俩放一起 真是处处有惊喜 师父 你就饶了我们吧 纯粹比较倒霉 云也前辈见笑了 行了 就在你俩刚刚在那唱大戏的时候 我都听到了 师父有所不知 这疯女人荒淫无道 不仅是我俩 这个院子男修女修 都是被她哄骗来的卢顶 心灵声誉上下 但凡有点好颜色 都会被她盯上 师父真该给她个教训 让她不敢再行此等恶举 卢顶之时 乃是彻头彻尾的魔修行径 为何她敢如此嚣张行事 此女名叫封灵 乃是心灵圣域前前任圣主之女 由现任诸位长老看着长大 宗门上下都为她遮掩 心灵圣域势大 受害者出不了封灵山 自然助长得嚣张气焰 这些大宗圣域蹉跎千年 跟脉溃烂 也好 就让我会会这个女人 哦 你这样 是 师父放心 没想到 师父为了我 你愿意做出如此牺牲 师父放心 我一定会牢牢守住 师父的清白 先护好你自己吧 高清白 为了两日后的鸿门宴 倒是不必急着一网打尽 不如先借着此事 让心灵圣域名声扫地一回也不错 各位公子里面请 长老已经恭候多时了 小鹿和我说 他有一前辈 是当时少有的俊朗的时候 我还不信 如今见了真人 才知小鹿一点都没有夸大 封长老客气 封长老院里那么多美人 还看得上云某吗 那些不过是雍之俗粉 如何与云公子相比 云公子要是在意 回头我就将他们都放了 这女人 好像真的看上我师父了 眼睛就没挪开过 这要是给莲花蜂那几位姑娘看见 可不得把这凤灵扇削平了呀 哦 卢顶斥作不易 封长老当真愿意 小鹿什么都跟你说了 你放心 我肯定舍不得将你做成炉顶的 这番话都录下了 封长老可亲口承认自己圈养炉顶了 是的 师父 什么陆下 你们联手设局玩我呢 哼 你们不会以为陆下就能拿我怎么样吧 没我的允许 你们连着凤灵扇都走不出去 老实一点 把刘影珠交给我 若是不给 你要如何 那我就只能抢抢了 不好 他要动手了 等等 怎么回事 我的灵力 是刚刚那杯酒 自己调的毒酒味道不错吧 看到没 我俩只能任人宰割 师父却能反味毒酒 这就是差距 哼 几个大男人 居然对我这个弱女子下毒 恬不知耻 是我看错你了 但我这封灵山守卫重重 你就算反封住我一人的修为 又有何用 我为你酒 不过是想其人之道 还之彼身 对付你们 不用封什么修为 对我而言都是虫子罢了 好大的口气 给我上 上 抓住他们 那就恕我无礼了 没用的废物 先抓那两个 完蛋 怎么被这群女守卫包围了 看来我们的艳符属实不浅呢 急 冷静点 我送姑娘们出去吹吹风 放我们下来 求你 不好 这些守卫和此人境界差距太大了 根本毫无抵抗之力 凤隐安 死哪去了 快给老娘出来 这个影位 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护身符 修为已达半神境 要知道当时第一人云野 也不过半神境 你们死定了 半神境的大能 怎么会给人做影位 这已经不是活人了 是傀儡 傀儡 去 弄死他们 将活人制成傀儡 还能保留生前使力 邦圣主真是好手段 不过具体是怎样拿捏住一个半神境大能的 现在恐怕只有风灵长老知道内情了吧 谁让他当初不知好歹 死活看不上我的 那我就只有使些上不得谈面的法子了 哼 现在还不是只能乖乖听我的命令 风影案 抓住他 是 先是卢顶 后是傀儡 星灵圣域也配称正早 风长老行径 就算是修魔时代的魔教妖女 也不过如此了吧 妖女仙女 还不是看我八大圣域怎么说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只要你听话 我总舍不得将你也做成傀儡的 不对劲 几时风影案的剑招这么豪杰了 死人 你别伤到他的脸 哎呀 这种时候了 风女仙还色情不死呢 哼 什么货色呀 凭他还想伤到我师父 如此重剑 居然能挥出如此绵密的锋芒 半神之境 如 无愧也 安息吧 什么 风影案居然一招就输了 世上能做到的人不多 你 你到底是谁 那你听好了 我的名字叫 好 叫你死个明白 我师父行不更名 做不敢信 乃是鼎鼎大名的莲花风云地 云野是也 没人问你们 走了 别丢人了 是 哼 云前辈真是不怜香惜玉啊 这风婆子看起来真的很喜欢前辈 居然说杀就杀了 你懂什么 这傀儡术诡秘异一行 乃天下禁术 他如若不死 让这禁术落入民间 指不定会掀起什么波澜 不如让他把这禁术 就这样带进坟墓 蛮 杀 杀了我 让我解脱 这半神神版就是扛奏啊 挨了师父的剑气还能不死呢 既然没死 就是他的命术未尽 高傲 你背他回去 是 师父 不妙啊 这次杀风铃 寿源又加了五点 算上之前击杀太虚圣域老祖的十点 一共也就二百零二点击分 如果任务失败倒扣掉两百点 就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天下的抠门系统 唉 恶事做得越多 实力越强的反派 击杀获得的击分越多 但相比修仙者漫长的寿源 也不过杯水车薪 更何况 只用原主势力击杀那些各存心思的反派 也需要消耗击分 一定还有其他获取击分的法子 唉 多似无意 不非是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不如出门走走 云前辈 云前辈 真的是你 好巧 你为何半夜在这儿 我以为你们姐弟二人 应当有许多话要谈 神族被灭族 已成过往定局 如今又有云前辈 为我们复仇 我们已经心满意足 哪有那么多话 说多了 不过徒增伤感 倒是我听说了 他们这次在心灵圣狱闯的祸 还有高傲之前 焚香玉佛的事 这两人实在太会 给前辈染麻烦了 你一定很头疼吧 他二人身上背负沉重血仇 做些胡闹之举 全当发泄压力罢了 前辈 为何独自一人散步 本来的确有件烦心事 不过心想 是我想差了 这世上不会有我云野 解决不了的事 系统 终端主线完成的积分奖励 是多少 行 终端主线完成奖励之一 将解除寿言限制 哼 果然 主线拆成支线 给积分的形式 一定是因为主线另有奖励 那与王朝信仰修炼 系统用信仰值换商城里的物品 系统还有很多地方可挖掘啊 当然 我也相信这世上一定不会有云前辈解决不了的事 爹 到秋洛西养值加武 所以 你为何独自坐在屋顶 我 我想等日后宴会结束后 再亲自告诉前辈 也好 姑娘只要想好 何时与我谈都无妨 你们听说了吗 星灵圣玉 风灵长老 卤了一堆俊男美女 困在她的风灵山上 练作卢顶 甚至 她还将活人做成了傀儡 听说了听说了 那流影珠都传开了 她自己亲口承认 不过 那傀儡之说 只是谣言吧 流影珠上没有记录啊 傀儡之说不可能是假的 不信 我们来打个赌 她既然都养卢顶了 养只傀儡也不惜及 这些个大宗门啊 手里沾的血 不比云魔头少啊 是啊是啊 修仙界众人 素来爱人云亦云 师父身上很多丧水 也是没有证据 就这么被泼上去的 师姐不弃 亲者自欺 迟早诗人会知道 误会了师父 等我行为提升了 我一定把八大圣域的圣主 都抓到师父面前 逼他们磕头认错 有诗姐在 这种诗怎么能让你悄先呢 高傲他俩正好去了心灵圣域 估计是他们搞出的动静 不如我们也去买个流影珠 看看心灵圣域的笑话 好啊 我猜不会是三师兄 正好被抓去做炉顶 才痛破了这件事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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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居然敢要师父喂酒 我也要 呵呵 高傲似乎有点胡闹过头了 真是不替他收拾这种烂摊子 小鹿 师姐先回一趟莲花工啊 师姐 记得帮我好好问好三师兄 自然 啊 师姐 切磕不用下这么狠手吧 三师弟这是说到哪儿的话 切磕自然要尽全力 才能尽快把实力提上去 这样下次师弟遇到危险 就可以自己解决了哦 师姐 我错了 扰了我们 真恐怖啊 幸好另一位姑奶奶没回来 不然有高傲这小子好受的 下一位 下一位 轮到为师了吗 啊 师父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为师不能来 师父来去无踪 徒儿还以为 你又去哪风流了呢 好了 明日我们还要一同去太虚圣语赴宴 早点休息 是 云前辈这边的状况可真有趣 各位远道而来 欢迎欢迎 哎 神圣主 别来无恙 圣主今日 七色看起来不错啊 哎 太虚圣主说笑了 我怕风铃长老之事 现在人尽皆知 我已经为此头疼好几日了 哈哈哈哈 有所耳闻 我还以为发生了此事 圣主不会赴约了 死到有不死平道 神奇兴 你既然来了 那算你倒霉 嘿嘿嘿嘿 谁能想到 云野居然手段那么下肚 堂堂大能 放下身段算计风筝了 圣主就在里面听着呢 又多一个找死的 哈哈哈哈 这个 不提不提 里面请 虚雄 是不是想掩人耳目 说那件事 那位潜逃的圣女 有线索了 可恨 我心灵圣玉 出那么大力 图灭神族 最后除了丹方 什么都没得到 还是得尽快 抓到那名圣女 嘿嘿 这么说也没错 圣主进去就知道了 这老鬼打什么哑民 到底抓没抓到 除了我们 还有别的客人 在下 已恭候多时了 云野 虚雯渊 你设计我 你们老祖知道 你这么卑躬屈膝 为云野办事吗 你这个八大圣誉的叛徒 孤狼神圣主费心 我们老祖的坟头 草都快要长出来了 爹 老祖没有坟 是吗 某种意义上 这两父子真是人才 云野 风铃一世 我还没找你算账 正好今日你送上门来了 哦 风铃是他咎由自取 至于你啊 我如何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云野 受死吧 哼 不自量力 什么 只是一个弹指 就有这么强的威压 云野的实力 果然不容小觑 勇气可加 可惜 太菜了 跪下 啊 跪这么快 我根本没动灵力啊 魂心灵圣誉后 就说我顽强抵抗 但是无奈不敌云野 也算有个交代 不枉我自伤一场 云地威风 绝人都已到齐 您可以开始审问了 哦 可还有两个没跪着呢 哈哈 您可真会开玩笑 怎么 二位还需要我来帮你们吗 可是 我父子都这么老实偷诚了 怎么还有鬼 云地赎罪 我爹不跪 我跪 我可比我爹实相多了 你辞 给我留个口 哼 这父子俩真没下线呢 难怪云野先杀上太虚圣誉 他们二人却没事 高昂 高秋洛 昔日屠杀神之谷的罪魁祸首 都在这儿了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 师父好帅啊 一直就能压制住圣经高手 我何时才能变得和云千辈一样强啊 神族圣女 还有那两个神族小子 原来是被你云野藏起来了 难怪我星灵圣誉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他们 太虚圣誉这首灯下黑 看来真的将你们星灵圣誉耍得团团转 不瞒神掌门 圣女是我前几日从太虚圣誉禁地解救出来的 什么意思 莫非高秋洛这么多年都藏在太虚圣誉 好你个徐文月 当初联手偷袭神志谷的时候 你们就褪褪嚷嚷不出力 竟然还敢背着我们藏匿神族圣女 欺人太甚 各凭本事而已 你 一群断命贵 谁稀罕和你们白扯 当武之急是得掏好了云野活下来 云地明镜啊 当初偷袭之时本也不是我太虚出的主力 就算关了这么多年圣女 那单要我是一颗都未尝到啊 都放给老祖了 是啊是啊 偷袭神志谷时我年纪小没参与 后面是老祖不放心其他人 才让我负责取药 我是无辜的 闭嘴 当初神志谷与星灵圣誉 太虚圣誉世代将好 从不设防 我神族又做错了什么 竟惹到你们这群小人 遭遇灭族之祸 你们还有脸在这喊冤 这 这 总而言之 当初三大势力本是世交 但你们两派贪图神志谷的神品丹方 于是因私欲偷袭神志谷 屠灭神族 盗走丹方 囚禁神志谷圣女 日日曲血炼丹 你们可认 认与不认都证据确凿了 不认今日一定活不下来 反正经风铃一事 心灵圣誉的名声 已经足够臭了 九十九败都败了 不差这一多错 就算被使人唾骂 也有心灵圣誉点败 赶紧认了 保住性命 回去后就联合其他长老 把沈七星搞下台 黑锅都摔他身上 这些家伙各怀鬼胎啊 可惜没有用 不妨告诉你们 无论回答是什么 你们都死定了 区别只是怎么死 什么 云野 你就不怕逼急了 我们联合起来弄死你 这样就无人知道 今日之事 你们倒可试试 许文渊 联手 我们还有胜算 除非你真的想死在这 云野 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你别给脸不要脸 蚂蚁上可绊倒大象 云野 你我各退一步 凡事好商量 多说无意 一起上吧 去死吧 再晕 是我龙族的功法 没想到 师父对龙族功法也有设立 许文渊 这里是太虚圣域的地盘 你就没留后手 上次老祖开了大阵 一下子就陪进去上千万圣品灵石 那还剩什么后手 若有 我怎么会这么卑躬屈膝 哼 不提我差点忘了 邀魂太虚镇的超度飞 太虚圣域还未送往莲花峰呢 废物 难怪就算得了神族圣女 也不见你太虚圣域实力有所提升 这些人已重伤 留给你们三人亲自动手 是 多谢师父 是 多谢云前辈 前辈明明有实力将他们都解决了 却还留一手 让我们能亲自报仇 实乃心思细腻 周到妥贴之人啊 你就是高傲吧 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你 问我一马 心灵圣域 可比莲花丰富裕多了 你要是投靠心灵圣域 我保你是下一任圣主 事到如今还在这忽悠呢 信你这话不如信我是秦始皇 小时候抱过我 你们灭我足人之时 有是否念过这旧情 人要敢作敢当 血债必将血偿 你死吧 趁地府人没满 早死早超生 等等 丑鲁圣女 这些年我对你不薄啊 我儿子那么喜欢你 我都从未赢他逼迫于你 徐学之事 更是老祖一人忠实 这老头都要死了 还要扯我一下 快闭嘴吧 那学有古怪 你当真不知道吗 这 圣女在说什么 你出于报复 偷偷放鸡血 我怎么会知道 没有你的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怎么会那么久 没人察觉 后山禁地 怎么会有野鸡 你早就对太虚老祖 独占丹药一事 心生不满 想要干掉他了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 那变异的丹药里 除了积血 恐怕你还加了其他东西 借我之手除掉太虚老祖 再来问罪于我 无论是逼我取血练丹 还是逼我嫁与你儿子 都是顺手之事 你不是不做 是没来得及做 父亲 我错怪你了 父亲 荒谬 既然圣语纷扰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事到如今 真相是什么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你死定了 不 姑娘你听我说 别死吧 惨死的族人们 我高丘落 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这是 大仇得报 心结放下 他要突破了 咦 方式帝也要突破了 今日真是喜事成双 要不我也突破一下 否则也太不合选 依照从前的规矩 往后每月药王谷 皆需开一次例会 劳烦各位长老 陈述药王谷大小事宜 由我定夺 近日可有何要事 收到弟子举报 执法堂的罗长老 一次对您和云帝心生不满 与青云圣域图谋勾结 打算爱袭莲花风 青云圣域 之前被师父大闹灵堂的那个 正是 给我做掉它 上月一诊 有两名散修捣乱医闹 胡搅蛮缠说 我们用错了药 将他的灵虫小兔给炙死了 要要云谷 陪他们五千上品零食 才肯罢休 荒唐 要云谷又不是兽医 这是在欺我要云谷无人呢 经调查 那是只普通野兔 人赃巨祸时 那两名散修 正在烤兔肉吃 哼 做掉他们 前三圣之一 要不然坐下大弟子近日出关 发现药王谷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得知了三圣 老祖 皆被云帝处死的消息 哦 这可是大事 然后呢 然后他惊怒之下 跑去和其他弟子打赌 赌自己师父 是在云地手下扛得最久的 不仅输掉全部身家 还因赌注太大 现被执法堂堂主捉握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啊 可不是吗 做掉它 赤 众位长老有何意见 是哪里处置不妥吗 哪里都不对呀 到底是谁教你这么处理的 鸡毛蒜皮就要杀生 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你清醒一点呐 他师父是云野 你也清醒一点 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 能教出这么清晨的愚蠢 我以前都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当然了 师父从前说了 把看不顺眼的都杀了 那世上就只设下顺眼的人了 把提出问题的解决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 嗯 好有道理 等等 我终于知道莲花峰被围攻的原因了 现在开始 把我从前说的都忘了 听到没有 师父 你来看我了 方才所欲之事 我这就去做掉它们 学好不入流 学坏一出流 云野啊云野 你都教了些啥 那两名散修既然要额药王谷五千上品零食 那别让他们交五千的罚款 如果身上不够 留在药王谷做差事 打工赔偿 是 执法堂决定关押那名大弟子多少日 其余弟子呢 赌资现在何处 首犯三个月 从犯十五日 令朝鲜门归千变 赌资现已充功 很好 就这么办吧 那敢问云帝 吃法堂的罗长老要怎么处理 狼子野心之辈 作用 是 我就知道 师父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轻重缓急 先礼后兵 你呀 还有得学呢 反正有师父在 大不了以后 我都先问问师父嘛 你呀 倒是会给我懒活 几月不见 小五现在都已经是一派掌门了 法号施令的样子 真威风啊 师兄 师姐 你们都来了 这位是 我是高秋露 乃高傲的姐姐 九阳 我记起来了 师姐在信中提到过高姐姐 姐姐本人可真漂亮啊 又赞了 小鹿也比我想得还有气势呢 我对你也是慕名已久 慕名什么 我也没做什么啊 主要的靠师父撑腰 自然形势格外有地气 还算着小女子有点自知之明 师徒之间本来就得互相依靠嘛 尤其在这种时局之下 但不管你师父如何帮衬你 最终担当要王谷宿命之人 一定还是小鹿你自己 眼前这番场面 倒是勾起了我一件心事 明前辈 还记得那晚我说 宴会结束后 有事要告诉前辈吗 当然记得 我决定了 我要重振神之谷 重振神之谷 可是姐 神之谷只剩我们三人 没人没资源没地盘 和妖王谷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 难得圣女有此等志气 别的倒不用担心 师父有办法 既然是太虚圣玉和星灵圣玉联手 害得神之谷变成如今这样 那重建神之谷所需资源 只要从这两派拿取就行 况且不说别的 丘落的血那么珍贵 不可能白白留了这么多年 掠夺必将清算 血债 必须血缓 前辈 果然还是您最等我 师父说得不错 太虚圣玉 老祖圣主 少主都死了 量他们也不敢有意见 更何况 他们还欠着师父 一千万上筒零食呢 得讨回来 如此一来 人和资源的问题就解决了 至于地盘 神之谷的故地在何处 心灵圣玉以照抗为由 将其占为己有了 门前看守十分森严 我曾经想偷偷前进去看看 但什么法子都使过了 愣是没进城 有一种法子 你一定没用过 什么 杀进去 杀进去 走吧 让我们看看心灵圣玉 到底在神之谷故地上 搞些什么鬼 顺便正大光明 把属于你们的地方 抢回来 是 师姐 你不和师父他们一起去吗 眼花风不可无人照看 而且 师父之前从心灵圣玉 带回来一个昏迷的人 我得回去看着 师姐 你也隐隐感受到了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更喜欢现在的师父 你呢 我也是 所以 师姐不用羡慕 师父迟早一定 也会为你主持公道的 嗯 我相信师父 既然各位今日都秘密聚在这里了 那我们就敞开天窗说亮话 如今八大圣玉里 我们青云 太虚 星灵三大圣玉都已遭遥 云野肯定不会就此听手 我真龙圣玉 与他二徒弟云子已有怨一事 不算秘密 恐怕下一个 就是我们 为今之计 只有先下手为强 联手绞杀云野 我没有异议 云野必须死 我还活着 这里是哪儿 你醒了 嗯 你是谁 这里是莲花风 是我师父将你从星灵圣玉带回来的 风铃已死 你身上的傀儡咒印 师父已经帮你解除了 我是他门西二徒弟 袁子已 多谢 不知恩公现在身在何处 我想当面给他道谢 羽某现在截然一身 一无所有 只剩一身本事 勉强可以看 若恩公不嫌弃 我愿留在莲花风 做一护卫 这个 你等师父回来 亲自和他说吧 他现在去了神之谷就地 羽某明日就能回 什么 神之谷就地 看你脸色 可是哪里有古怪 你有所不知 我在凤林那里意外得知 他们在那做了什么 那里现在 可称得上是人间地狱 好浓的死气 这股死气 没死个千八百人 可行不成 死气 心灵生育的人究竟在神之谷 都做了些什么 反正一定不是啥好事 这儿的看守是真言啊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我说陆文商 你当初问了换进去 都试过哪些手段 这个嘛 喂 你 你是干什么的 不准再向前踏一步了 这边是神谷禁地 闲杂人的速速离去 是你们莫长老喊我来的 那个死鬼 好久都没去看人家了 现在架子大到 还要让人家亲自上门 没听说过莫长老 外面有个相好的 没想到他居然好这口 口味真特别 看不出啊 莫长老整天端着一副 正人君子的样子 私下玩这么慌 除非有掌门手印 或者莫长老亲自带领 任何人不得通融入内 你走吧 你还有什么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我都有点可怜 因为莫长老了 情是所逼嘛 如今有云前辈在 我自然可以 洗心革命重新做人 前辈 您看我们现在是 区区几个看门守卫 还要我教你们吗 没有人回自己家 还要经过别人允许 上 这是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风铃发什么颠呢 做好了 莫长老 剑林又暴动了 暴动就暴动 又不是第一回处理了 抓两个和尚生计 用他们身上的功德镇压 这点小事也值得过来汇报 这次 这次不一样 这次真的出大事了 什么动静 不能进去 这世上还有我去不得的地方 我今日偏要闯闯 谁在外面撒野 好大的胆子 真以为我行灵圣域得罪了云野 就是谁都可以放肆的了吗 你就是那个莫长老 那个晚节不保的大渊种 云野 什么 这是云野 快传信给宗门 云野带着莫长老相好的杀上神之谷了 什么想好的 在胡说八道什么 师父歪名赫赫 我们还没做什么呢 他们就乱成这样 我们要结下他们的求救信吗 不必 就算他们老祖来了 也不过是多送一个人头 正好一起处理了 今天正好信仰之刷新 谁来都没再怕 嘴硬 等我们老祖来了 你就知道天高地厚了 诚然你云野是强 但我们星灵圣域的抵御 可不是你区区散修能比的 一旦老祖带上杀手锏 你就等死吧 莫长老 老祖似乎受青云圣域邀约出门了 现在不在门内 长老们何在 走去传信长老会求援呢 长老团中的十全长老们 上次和掌门一起被料理了呀 也正因如此 新掌门才迟迟选不出 唯一稍微能打点的 风铃长老 您也清楚 咱们星灵圣域的底子 全被扒干净了呀 人野 你这杀配 你是屠夫者是吗 别急嘛 就算摇来了人 也不过多一个送死 你想做什么 我能坐上这长老之位 背叛了这种如此重要的神之谷 也不是吃白饭的 虽说打不过你 但与你盘旋一番 撑到老祖兰一定没问题 就是 莫长老可是掌门之下第一人 被羽以重任 才特战神之谷至少 况且还有这么多同胞在此 再不走 今天你们就别想活着离开了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妨打个赌 惩罚很简单 输的那个 往后都不能再说大话 如何 怎么赌 云野怎么可能这么简单放过我们 莫非他还有后手 不好 赌你的命 能否接下我这招 我 我能不赌吗 当然不能 赌 赌约是这个吗 他死了 不就无法张口了吗 不是吗 谢谢你 饶命 早些贵不就没事了 非比我师父动手 这死气寻天的 待久了都嫌晦气 老实交代 星灵圣语在这儿都干了些什么 我给你们一个痛快 如今主人家回来了 无数之客们也该清理干净了 这 这些事都是大人们交代干的 我们只是听从命令而已 罪不至死 求云地饶命啊 当初神之谷被图 在场的各位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吧 少说废话 我还能冤枉了你 虽然云前辈嘴上没承诺过 但是神之谷的血仇 前辈都当成了自己的事一样记挂着 不闪 师父 你对我实在太好了 咋办正事呢 你以为是远点 我这无可救药的蠢弟弟 拖出去埋了吧 他们不说 我说 你 谢谢你 长老们 让我们四处抓老单的散修 卫剑灵 给剑灵卫剑招 剑灵一旦学会了 就将修士的灵根取出 交易给其他宗门 废掉的修士就生计 用血肉捕育剑灵 什么 不过 这样卫出的剑灵容易暴动 所以 我们也经常奉命抓一些禅修 用他们身上的功德 镇压暴动的剑灵 丧心病狂 居然连和尚都不放过 难怪啊 虽说修仙者常年奔走 更密集历练 失踪之事平常 但这些年失踪的修士 明显变多了起来 我也知此事会遭天谴 但师妹有命 不得不从 不满几位 刚刚剑灵又暴动了 这次拿禅修生计 也无法压制了 你说的是他吗 什么 剑灵已经逃出来了 那在那边看守的弟子们都 过来了 快逃啊 这就是剑灵 好生凶残 怎么是个小孩 都是心灵圣御造的孽 正常的剑灵 靠修士领悟出自己的剑意诞生 但这种浑身魔气的剑灵 从雏星开始 就只能用阳谷的办法 活际催生 占领神之谷后 莫长老受命秘密带人 图了周边一个村子 抓来了几十个人 逼他们自相残杀 最后活下来的 就是这个小男孩 是心灵圣御山下 主城旁的那个村子吗 我记起来了 当初这个村子被图 世人都传是前辈杀的 我还奇怪呢 前辈何等人物 怎么会和一个小村庄过不去 又把脏水破到师父身上 这群混蛋 都是掌门他们的决定啊 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 小云帝就放过我吧 这就是心灵圣域 一直引以为傲的底蕴 论起邪魔歪道方面的钻研 我一个散修 确实自愧不如 师父 他冲不来了 也是可怜人 人有头债有主 小小年纪不学好 请偷袭我这老同志 你强 我练剑 这剑灵似乎逼上前辈了 爷 放心吧 认这剑灵再强 也不可能伤到师父分好的 那可未必 剑灵和修饰不同 某种意义上 他已经化作魂体 身上没有致命的死穴 打散了 还能重新化形 如果你们愿意放过我 我就把他的弱点告诉各位 否则 你们就等着和我一起 被剑灵杀了吧 给你几番颜色 你还开上染房了是吧 竟和我们讲起条件来了 反正我贱命一条 死了也就死了 你们这些大人物 一定不想和我一起陪葬的吧 无需和他废话 一试便知 果然是危言耸听 什么 复 复原了 可恶 难道真的要放过这小人 哈哈 你们没得选了 急什么 好戏才刚刚开始的 云帝 您不用怕没面子 今日您若放过了我 之后 我一定对此事守口如瓶 严业火 没用的 怎么会 这火不对劲 你一个魔头的火主上 怎么会有功德 原来如此 功德业火一向是邪物的克星 我的红颜业火 本身又有焚魂针 园主向来详意 看他这么爱往 莲花风捡糊地就知道了 就算手段偶尔极端一些 但有点功德护身 太正常了 走 动手 嘿嘿 是 师傅 我忍他很久了 不 等等 我还有用 前辈 你看 谢谢哥哥 孙子的其他人 让他活下来 确实让他一直 陷在痛苦之中 到今天 他终于解脱了 收到神之谷 内部传信 云也现在就在里面 还带着神族侥幸逃脱的三个遗公 里面似乎还有许多心灵剩余的弟子仍活着 听说不少还是门下精英弟子 你当真舍得 千年古术之下 自有草木 既平日授其英壁 那带着野火蔓延之时 袍根避祸 也是理所应当 他们不会有怨言的 您是个明白人 明白人总能过得很好 客气了 您也不赖 否则怎么能眼睁睁 看着自家少主的葬礼 变成别人的灵堂 都默不作声 你我论年纪论地位 都不是处处茅庐的年轻修士了 成一时匹夫之勇有何用 抓住破绽 一击必杀 才是最重要 等云也一死 谷内所有修士 都是死于云也之手 剑灵则是神之谷神族圈养的 阴也助这为孽陷害两大圣域 其心可诛 至于他那些徒弟 当然是作为这次出手相助的回报 分别送还给真龙圣域和天苍圣域 师父您看 天上怎么会突然出现异象 当然是有人捣鬼 下雨了 奇怪 明明不是雨季啊 这不是雨 走进来 看来星灵圣域的外援到了 那些守卫怎么回事 雨季会俯士修士的身体吗 没听说哪个大修 有听风话语之能啊 不 你仔细看 这些雨季其实是刀片 刀片 枉飞是阵法 丧心病狂 为了对付我 他们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当真是煞费土心啊 师父 现在怎么办 我们冲出去吗 出不去的 为了将我们困死 他们一定封锁了所有出口 空中的结界法阵上 有两道气息 修为不入 应该就是开阵之人 前辈 现在怎么办 卢卫生 咱人理你修为最高 替我撑住这片防护罩 是 前辈 只是我可能坚持不了太久 无碍 我速战速决 凌双指流 刀雨停了 路流反向 万物归宁 去 该死 我二人联手上的太极玄宇战斗 那他没办法 云野怎么会这么强 不可能 再放 此阵法已经废了 执行第二套计划 控制青龙圣运和天苍圣运 今天一定要把云野幸运留在这儿 如果他们活下来 我们全完了 好 你牵住云野 赶跑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还能执行两套计划 你们当我是死人吗 哦 差点把你忘了 去 这绳子 竟是仙气 敢埋伏我云野 胆子不小了 让我想想该怎么处置你们 不耻云魔 两位老祖 好歹是与你地位平起平坐的一方大能 你咱可这般羞辱他们 正是 放开老祖 嗯 你二人想与他们交换 这个 老祖 我们回去搬救兵 就这 我当你们手下有多忠心 原来是我熟悉的正派作风呢 云野 是可杀不可辱 你到底想做什么 这绳子 连我都挣脱不开 云野一切散修 法宝倒是不少 此次埋伏 是我们低估了你的实力才大义失守 你难道想杀了我俩不成 你就不怕引起公愤 再次惹来各大圣语围攻 还不快放开我二人 无愧是做老祖的 脸皮都比门下徒子徒孙厚上千万倍 放心 今日不要你们的命 这么容易 莫非云野怕了 大名鼎鼎的云地 也有怕的一天 既然如此 还不快放开我 怕 我字典里就没有这个字 卢问生 赞 前辈何事啊 以心系 算一下两大圣语 赎回自家老祖 该给多少赎金 再去信通知 逼急了我倒是外 但是在外的地子可能会有危险 无有七情闷祸 我不妨效仿卧龙先生 回前辈 这种事没有心力 我不好算啊 不过 请前辈多给我几天时间 你小子有什么好主意啊 从前没看出新路的肚子里 这么多坏水啊 它消毒有点怕 是有点甚的 我需要时间联系从前在两大圣语埋下的线人 打听一下门内是否有什么密报 再整理出单子 势必炸干他们最后一滴血 胡斐 胡赖 胡宿 好想法 先把他们带回去 是 凌眼 你欠人探身 前辈 小心 无自量力 让你两只手你也伤不到我 还敢学人偷袭 带走 是 前辈 快点折护 你们是谁 他们是之前被抓来魏剑灵的修士吧 前辈斩剑灵 收复神之谷的同时 也是解救了他们 哦 是我为恩人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云帝之名震慑九州 谁人不识 既然知道 难道你们不怕我 之前自然是怕的 但是论计不论心 害我们的是自诩正义的名门正派 救我们的 却是您这般大名鼎鼎的魔头 可见传闻多半为虚 没错 心灵圣誉 七世道明 私下恶事作敬 待我等出了神之谷 一定全力为云帝 西清无名 完了 全完了 无心插柳 却意外结下几段善良 索性 送物活送到西 诸位精此横祸 元气大伤 还是先行养好伤势要紧 药王谷县掌门 是我五弟子 若有需要 各位可去药王谷 寻他求助 多谢云帝 阿弥陀佛 多谢施主 云帝大恩大德 我等莫尺难忘 这是 老实点 师父 你们回来了 师父 你又见人回来 两个俘虏罢了 将这两人 随意找个角落关起来 他们逃不定 正好修行之人 早已屁股 连口吃的都不必给 师姐你受伤了吗 为何端着一碗药 这个 师父之前 从心灵生鱼 带回来的那人醒了 我去通知他 来拜见师父 多谢云帝 不计前嫌 收容于我 您的恩情 我无以为报 我约留在莲花峰 做一护尾 还请您不要嫌弃 你一个半神静的修士 怎么会被做成傀儡 此事 说来话长 我本是无门无派 一介散修 因所席之道特殊 通常不限于人前 不幸巧合救下风铃 受邀做了 心灵圣誉的 客亲长老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这脸 比我后山养的那些炉顶 都要俊秀啊 我懂了 然后 你就被这女淫贼盯上了 他强迫你不成 就跟你下了昼夜 不仅逼梁为奸 还恩将仇报 那女人 实在太可恶了 还好我没被她给得逞 有云前备在 谁还看得上你啊 高清白 这件事不提也罢 年归正传 既是散修无处可去 那你就先留在莲花峰 对了 你本名应当不姓峰吧 我原叫鱼影 孔奶奶看上你 是你天大的荣耀 从此 你就随我姓 而且你又是个 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再给你赐个名 以后 你就叫风影案了 既如此侮辱人 欺人太甚 死得那么痛快 真是便宜他了 好在 我已经重获新生 他也得到报复 真面目 更遭世人唾骂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这小子才是真胜负 难怪被人欺负得那么惨 难得师父将 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都给我好好干 知道吗 若有半点差错 这长老 你们也不必当了 我要往谷 能否重新扬名 就看这次了 这些修事 会是最好的活招牌 拿出你们的毕生所学来 是 经过跟清云圣月 联手污蔑王衡的事之后 药王谷名上狼藉 云帝终于愿意给机会 让我们证明自己了 一定要把握住 区区灵根被废 就算是挖空药王谷家底 我都给你们补上 做得好 药王谷一定又能重新 回到八宗石派行列 不好了 长老 掌门 你们快来看看 永明散修身上似乎是黑白衣 什么 师傅有什么吩咐 紫衣和余颖呢 紫衣收到紧急传书 前去处理正事了 稍后回来 余颖钓鱼执法去了 他那样的老实人 也会钓鱼执法 抓来的那两人不安分 总是试图逃跑 余颖一边洋装给他们制造机会 然后抓住教训 其中一人正好是风铃的长辈 教训他也算出界 这圣子不会是在重现他和风铃之间的某种情景play吗 今日之事与神族有些关系 只有你们三个道正好 余颖 你上行一步 诶 我 没错 就是你 你的修行 师傅向来很少指点 今日便给你指一条通天路 诶 师傅是要朝我功法吗 哪部功法呀 是在神之谷 将玄珍阵逼回 击破结界那招 还是在心灵圣玉 击退避重伤所有人那招 心灵圣玉那部是龙族功法 应该是要传给子姨的 前辈一定有更合适的功法给你 莫非是在清云圣玉封闭修尾的那套禅修阵法 此阵一出 无一人敢动他 哦 那套阵法也不错 你又想出家不成 全都不是 我不会传你功法 哦 那前辈的意思是 师傅真的不太考虑考虑吗 你如今修为是何境界 禀师傅 我已修炼至九重道境第七重 通常来说 修为是按度节境 九重道境 圣人境 地境 半神境 依次进阶 小鹿现在处在度节境 高鹅与子姨都是九重道境 子姨即将突破至圣人境 但神族的修行体系 却略有不同 受血脉限制 所有神族 最高只能修炼到道境 不过却能将道文 银刻在九重之上 在我收下高鹅之初 我便发现 高鹅不同于一般神族 体内未成形道文 足有百条 百条 不瞒师傅 神之谷覆灭时 张老他们将道文传承至我体内 期盼我背着神之谷的希望 继续走下去 百条道文 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此举保障了高鹅的无限协力 如果真的能修炼到百重道境 也不比半神境差 但是神族无法修炼至下一境界的问题 依然存在 境界差的威压也无法弥补 此刀赠你 多谢师傅 不过这把刀 天阶武器 八宗石派都没有几把天阶 云前辈废星了 啊 竟是天阶 难怪入手便决不同形状 此刀足以弥补一般的境界之差 来日你飞升之时 更有可能蒙蔽天机 收下此刀后 你当潜心修行 勿要浪费神兵 系统上乘正好随机到这把武器里 也是这小子幸运 是 弟子一定不负师傅期望 你们二人不必羡慕高鹅 若有机会 我也会助你等突破道境 多谢前辈 解决了这桩事后 还有三个徒弟在外留了 他们迟迟未归 应该是被意外阻拦住了 我得亲自出手才行 无事就下去吧 师傅 不好了 根据妖王谷递上来的情报 黑半夜从先前在神之谷 救的那批伞修身上 再次传开了 小鹿移民妖王谷 全力接受感染者 咱们赶紧去看看吧 我知道了 他真是怕杀来杀 信仰之刚刚用空 难办了 将所有感染者带到风石台安置 传令诸弟子 非杜绝亲以上不得靠近 我这就去安排 回掌梅 我带人去排查了这些患者 再来到药王谷前的接触者 可以肯定 黑半夜也已经在宗外彻底传播开了 药王谷全部收容 公告出去 所有感染黑半夜之人 皆可来药王谷求医 药王谷尽全力无偿之了 可是以药王谷现在的资源 怕是容不下所有病人 况且万一感染给谷内弟子 还想不想重振药王谷了 想不想让药王谷 重回八宗石派了 千次两极就在眼前 岂能往外推 当然想 只是代价实在太大了 若是治不好这些人 甚至药王谷将不复存在 请掌门慎重啊 别忘了 我是谁的弟子 任何代价我都承受得及 去 我既然接手了药王谷 就绝不能给师父 给王衡长老丢人 莲花坊愿意相助 自然是最好 不过掌门 黑斑易解药 需要一个半神镜 消耗所有灵力 同时 花费三天三夜 才能炼制完成 王衡长老 当年也是因此陨落 云帝愿做到此等低谱吗 一旦云野已身炼药 袁小鹿守不住掌门之位不说 现在的药王谷之所以未被吞并 也是仰仗着云野威名 云野千万不能死啊 当然不可能让师父牺牲 把药方给我 我自有办法 这是药方 请掌门过目 王衡身为半神镜都只能以陨落为代价 你一个杜绝境的小丫头能有什么办法 解释云野生死 药王谷名声洗白 就是我上位之时 般若往生惊 禅宗的大师怎么会出现在药王谷 阿弥陀佛 云师主多日未见 还未谢过师主在神之谷 救下我禅宗弟子的大恩 是那日在清云圣域 说要为王衡立长生碑的和尚 举手之劳 大师是特地来帮忙的吗 黑斑一卷土重来 禅宗人怎可袖手旁观 听闻药王谷当前掌门是您门下弟子 云地教徒有方啊 善在善在 多年来 失踪的弟子不知多少 死于心灵圣域之手 这一帐 我传宗不会善罢甘信 那就多谢大师了 您可有见到我的弟子 黑斑一 我记得 长老留下过手杂 找到了 吞服幽灵诸后 或可弥补境界差 幽灵诸本就是制毒之物 为黑斑一够有绝对克制之力 吞食者吞服幽灵诸 后再服以灵力燃烧炼者而成的丹药 足以治愈黑斑一 但吞食者将在解毒丹制成后 蹊跷流血而死 没关系 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 只要这一次 不给师父丢脸就行 幸好上次 师父将幽灵诸抛给了我防身 师父找我 身为掌门 怎么不在此处坐镇 看你满头大汗的 去哪儿了 又急着见师父 所以我跑着来了 吞服幽灵诸的时候 一定要瞒住师父 大师 我们继续说 是 目前的感染者 在禅宗和药王谷的 共同努力下 只能勉强不继续扩散 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制出解药 只是 我明白 解药交给我 我现在才恢复到九重道境 离能炼制解药的半神境 远着呢 不行 师父不能去炼药 我有办法 你如今才肚解 能有什么办法 报 八大圣域来人 我的机会来了 原子一 你不过抱上了 云野的大腿 才得以整日躲在莲花峰 否则 早死在我手下了 等云野炼药而死 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躲 你不说八道什么 我师父才不会死 不死 他云野放任 感染黑斑翼的人 四处归家 沿路让多少修行者 无辜遭罪 因此 引起灾祸 他就该以死陷罪 你 叶岛灰白 那你是心灵圣域的神之谷 坐下的恶行在心 再无面我师父 我恶你 翻门弄斧 神龙 话可不敢乱说 明帝势大 谁知神之谷的事 是不是他收买了那些 悲剑散修 借此攀咬我心灵圣域呢 是吗 这声音 是云野 青龙竟被他一键秒了 来要往古山我的弧地 还敢大放绝死 那我是死的吗 星灵 青龙 青云 太虚 人倒是齐了 师父 没受伤吧 我没事 龙天行 你堂堂青龙圣域掌门 一切地境修士 欺负我徒儿一个小辈 当真好意思 我没找上门算账 你倒送上门来了 不知云帝何意 云野 你还敢现身 快放了我们老祖 还有我们老祖 嘿 一群废物 只敢招着人多的时候 声讨我师父 老师按送过去的单子 奉上赎金 如果没少一件 那很遗憾 我保证你们老祖 也会缺胳膊断腿 欺人太甚 那份礼单 几乎要偷空整个圣域内裤 而且专检明真一保药 简直就像对着内裤明露抄的 你怎么不直接去抢 我们和你拼了 今日我们来 是为了黑白衣之事 请诸位冷静 云野一来 这些人就乱了套了 找死也不看看时候 黑班义的事 神之谷 莲花锋 和禅宗正在清理处理 几位如果是来帮忙 就请信 如果是找茬的 那不妨试试我的拳头 黑班义 是整个修真界的灾难 太须圣域虽然实力 大不如从前 但也怨出一臂之力 只是毕竟我们几派 没有半神境作证 无法练这解药 其实有心 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我又请云帝 一身练药 才能挽救苍生啊 师父 你不要听他们胡说 没错 师父 你别听他们的 原来这就是四大胜利 急决的目的 好狠毒 火药王谷 自有办法对付黑班义 还轮不到你们操心 可以 只是要我拿出解药 各派总得给予足够的补偿吧 云野竟然真的愿意 云野啊云野 你用你自以为是的方式 破坏着我们 好不容易建立的秩序 事已至此 也只有用你的死 来补救这一切罪孽 听闻云帝手下弟子 再重建神之谷 如果云帝愿意炼药 太虚圣域 将以全宗投入神之谷 世间 从此再无太虚 为了诱唬云野自觉 太虚也是下血本了 青龙圣域承诺 将掌门之位 让给您的二弟子 袁子夷 可以 两位立天道誓言吧 师父 不要啊 不爱 五心中自有成算 我就知道师父 会干这样的傻事 不过还请师父 宽恕小鹿的任性 小鹿是个愚钝的孩子 从小到大 都在拖师父和哥哥 姐姐们的后腿 这一次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请让我来帮师父 完成事业 作为一生一次 报答您的方式 只要云野一旦生死 我杀了云子夷 就不算为悦 我爱人立誓 很好 三日后 我必拿出血药 那就不打扰云帝 和徒弟告别了 其他人可以走 你留下 云帝何意 欺负过我徒弟 还想甩手离开 想得美 云野 你不要欺人太甚 是可杀 不可辱 我好歹是 真龙胜狱的掌门 手里底牌无数 不是任你拿捏的软柿子 你不要逼我真的动手 来 就算性养之现在用完了 积分在手 我能怕了你 好 这是你逼我的 我们要去帮忙吗 帮谁 帮云野 你是自不量力 帮龙天行 你不如撤掉 护体钢器 走进药王谷 前去安置 黑斑易修士的院子 你莫非在暗示 我绑下他们 威胁云野 巫火为何要 撤掉护体钢器 你们消消保元 不 我是在暗示 那样找死更痛快 比起直接对上云野 可以少受些折磨 当然未必 你们看看云野的修为 怎么看都是九重道将 与他身后护着徒弟 七七相杀无几 你是说 那又怎样 云野自从突破大线好 面上的修为就一直很低 恶宗多少大能上过此当了 两派老祖还在莲花峰做俘虏 你们莫非还要投铁不成 自然轮不到咱们时 冷眼旁观就是了 龙天邪的修为 在八大圣人的掌门中 都是数一数二的 本体又是龙祖 跨境界杀敌更是一把猴手 云野就算是半神 想杀他也没那么容易 恭喜降雷 师父 这道雷不能占 快躲开 这一周 从前两派大米 火线龙天行的青传弟子使过 这名青传弟子当时不过渡捷境 他的对手却是九重道界 足足差了一个大境界 那位对手当初被打成了废阵 经脉禁断 没多久就陨落了 如果能击中云野 就不用等三天后了 你们看 云野一动不动 好像吓傻了 击翻减五 当前击翻二百二十 就这 白红冠日 这 怎么可能 完全是碾压 这也叫数一数二的强手 小鹿 看来乱起说大话 我们莲花风在这方面 还是差太远了 可不是吗 对劲 太不对劲了 切斗 为什么我的积分越减越多 这次竟然花了五点 亲 每多扣除一点积分 威力增强百分之五十 此功能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您对这项改善不满意吗 勉强接受 推下吧 别装死 没刺住你的要害 看在你发的天道士的份上 先留你一面 三日后再去 慢着 云帝又何吩咐 您先前不是让我等离开吗 我们这就走 正是 就不打扰您了 同样立了天道士的那个 走 告辞 云帝这是何一样 你们刚刚似乎还挺想让我死的 误会 都是误会 我只是见您那把剑 似乎不太好使 一时愣住了 我心灵胜于内骨中 有一把地阶神剑 我回去后 就取来赠予云帝 我师父随手赠徒弟的武器都是天剑 谁心罕你那把地阶剑 自从高二那家伙 拿到师父送的神刀 连莲花蜂地上的蚂蚁都被他炫耀了一遍 我没记错的话 那把地阶武器 在你们老祖的赎单上 你把这当赔礼 和我耍心眼 嗯 这 我个人思库中 有一把天剑宝剑 愿赠予云帝 稍后就命人送之药王谷 走 告辞 救我呀 你一没有力保赎身 二没有誓言护身 我想放了你也很难办啊